吃过航母的都知道 航母不仅坚硬无比 而且还有一股恶心的铁锈尾 可我重生后的第一件事 却是直接用消防斧凿下航母上的一块钢材 然后冒着滑破嗓子的风险直接生吞了下去 只因半小时后血雨降临 全球70%的生物都会击变成恐怖的怪物 而前世的我虽然获得了究极吞噬天赋 任何拥有天赋磁条的东西都可以被我吞噬 但还没来得及使用我就被一群击变剑鱼杀死 此刻重生后的我发现自己的吞噬天赋还在 于是我立马决定找到一些拥有强大磁条的东西吞噬 这一次我必将领先于所有人 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后 要说此刻我能接触到的天赋磁条最多的东西 飞眼前的这艘统一号航母莫属 这是龙国第四代核动力航空母舰 不仅排水量15万吨以上 而且搭载了可控核聚变动力系统 以及各种高级舰袍装备 绝对的国之重器 他身上的各种天赋磁条 我都不敢想象有多少 于是趁着周围的人不多 我直接扯过其中的一把消防符 迅速的就对着航母内壁的钢制结构 披了上去 足足披了两次 当我挥起第三符的时候 其他人才算是反应过来 你干什么 住手 前后不超过两秒 我就已经被按倒在了地上 按住他 发什么神经 去报告给指导员 看看他是不是在船上待的时间太长 出了什么心理疾病 几个海军战士倒是没把我的动影响得太离谱 毕竟铸造航母的特种刚才硬度极大 想要凭借一把消防符 就造成特别大的破坏也不可能 没人会干这种蠢事 他们只当我是患上了心理疾病 常年在船上生活的海员 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把锋利的消防符 直接被劈得卷刃 但是舱壁上也只是被划出来 挤到几毫米深的钱 但我的眼睛亮了 我在地上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小块航母碎片 消防符到底还是建功了 也孤不得脏 我在其他人瞪大的眼珠子底下撑长脖子 伸出舌头在地面上猛利一卷 就将那块航母碎片给舔了起来 然后搜的一下就一口吞了下去 不好快制止他 先送医务室 不然那东西会划开他的食道和肠胃 他会死的 我的动作终于是让这几位海军乱了一下 不规则的刚快有喉管被吞下 刚开始确实很刮 我感受到了有颈入腹的疼痛 和他们说的一样 我的食道好像被划破了 火辣辣的疼 但我并未担心 因为纠集吞噬天赋已经开始生效 在意识中我看到自己又多出了密密麻麻的一串天赋词条 吞噬航空母舰成功 一连串大大小小不知道多少个天赋词条出现在我的身上 尤其是九级的钢铁之躯这个词条一出现 我的胃力立马就不疼了 九级的钢铁之躯 别说是吃特种钢了 就是生吞一枚导弹我也不会碎掉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里充满了力量 轻轻一震 几名惊热的海员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九级神力 我便挣脱了他们的前置 全球鸡变还有几分钟就开始了 我必须马上到甲板上去 我清晰的记得 在鸡变的一开始 统一号航母编队就遭遇了一只鸡变的坐头鸡 在海上受到了第一次重创 这次就由我来解决这只鸡变兽吗 我看了看身边的这几位战士 但这个时候也来不及多解释 我一个箭固便穿越了出去 向着航母甲板上的方向狂奔 很快我就硬闯到母舰甲板上 航母的海上航行速度确实并不算快 在海上的潜行速度只有30多节 每小时60多公里 并没有给我带来有关于速度的天赋词条 但是没关系 我来到甲板上 直接奔着停靠在停机位上的一架 龙国最新款的尖兴40里 第六代半超高音速隐形战机跑去 有跟上来的战士见到我奔跑方向 不禁大惊 你干嘛 停下 不然我要开枪了 在连声警告之后战士掏出了枪 瞄准了我的腿和胳膊 两声枪响 两枚实弹精准地击中了我的小腿 开枪的士兵收枪 已经准备好上前去制服我了 但让他瞪大了眼睛的事 我只是衣服上破了两个大洞 手枪子弹打在上面一个白叶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 哪怕是心理素质极高的战士 也不由地多愣了一下 但他们不可能就这样让我接近军机 后续的子弹还是落在我的身上 却依旧没有任何的作用 除了偶尔能激起一点火花外 便没有了任何的效果 我就硬顶着射击 硬是跑到了最近的 艰辛40超高音速隐身战机前面 在其他人目自欲裂的表情中 硬生生地掰下来了他的一个翼角 然后团成一团一口生吃了下去 吞噬艰辛40超高音速隐身战机成功 获得天赋磁条神速11级 多屏蔽隐身10级 飞行10级 又是一长串的天赋磁条 在我的感知里一一闪过 艰辛40的天赋磁条 比统一号航空母舰要少一些 其中还有不少天赋磁条出现了重复 重复的磁条互相吞噬 由高级磁条吞噬低级的天赋磁条 增长经验和磁条等级 艰辛40的天赋磁条虽然少了些 但它也有着目前天赋等级最高的神速 更是让我直接拥有了飞行的能力 我稍微尝试了一下 便窜出了上千米远 直接由航母甲板的边缘飞行到了海面上 作为龙国的第六代半超高音速战机 它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2马赫 其他人只是眼一滑 我的身影就消失了 原地只留下砰砰几声撞破阴障的暴明声 飞行到海面上后 我向下向航母编队里俯视 寻找着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你了 天网级电子侦察船 选定好目标 我直接向下方俯冲过去 天网级电子侦察船 这是龙国最新一代的电子侦察船 可侦察可干扰 最牛的是它还能强行接入 其他国家的电瓶信号 这艘天网级电子侦察船第一次出手 就让英棒英三国的联合军演的总指挥 是连续播放了三个小时的熊出没 依靠着这样的战机 让其他国家恐惧和闻名 龙国的天网级电子侦察船很强 即便我身具多屏蔽隐身的天赋词条 具有包括光学隐身电磁波吸收等等功能 我还是被天网级电子侦察船上的 相变雷达阵列给侦察到 但是隐身战机在雷达上能够显示出来的大小 也就是一个大型飞鸟那么大 同比例的我本人反馈 在侦测雷达上的大小 更是只有小半个黄豆那么大 这样的数据平常是要被忽略掉的 哪怕是严谨的龙国战士 此刻也在思考辨别 雷达上出现的这个信号 到底是误差还是什么东西 但这点时间 已经足够让我接近并降落在这艘天网 级电子信号侦察船上 我用手硬生生的在船壁扣下了一块碎片 然后又递送到了嘴里 吞噬天网电子信号侦察船成功 获得天赋词条 除了重复的天赋词条外 我又新得到了两个重要的天赋词条 尤其是侦察 这是我马上就能用到的词条 搜寻定位海底下将要出现的 那只坐头巾积变体就全靠它 这是我抬头望向天空 不知道何时起天空已经红云秘密 看来全球积变已经开始了 如果不是积变在即的话 我真想生吃了这一整只航母编队的词条 但全球积变会将这个世界 百分之七八十的生物都变成怪物 尤其是一只积变坐头巾立马就要出现 侦测 我心意移动 以我为起点周围数百公里的事物 都开始进入我的胆质 很快我就找到了 自己要寻找的那只积变巨鱼 或者说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因为海平面的高度正在剧烈的抬升 一个巨大的阴影在海面底下已经肉眼可见 坐头巾 或者说现在应该叫它积变后的另一个名字才对 虚昆 积变过后它的体型变得更庞大 看上去竟然要比15万吨排水量的 统一号航母还要更大一些 幽暗庞大的身影 就前游在统一号航母的下方的深海里 正在快速的上浮 眼见着就要像复活前的那一次一样 给统一号航母造成巨大的伤害 航母舰队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我在空中能看到统一号航空母舰 正在掉头偏转方向 另外的几艘护卫舰 也都从侧翼发射出了一道道鱼雷 护卫舰上的导弹发射井也是蓄势待发 全部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但是那些被寄予了厚望的深海鱼雷 并没有能对海底下的虚昆造成太大的伤害 虽然海底里能看到血腥出现 但虚昆的身体结构和船舰并不相同 船舰外石内空 如果材料的钢度不够 舱壁不够厚实 是会被鱼雷击穿撕裂舱室的 船舱进水 足以让一艘钢铁战舰停锚或者轻住 但是虚昆不会 对于虚昆来说鱼雷的攻击虽痛 但这种程度的血肉破坏并不致命 甚至连严重点的伤势都算不上 反而激怒了虚昆激发了他的胸形 只见他的身体在海面下一个角动台尾 竟然直接在海面上掀起了一层高数十米的海啸 只是一个翻身甩尾虚昆的动作便有这么大的威力 大浪来袭统一号航母凭借着八十余米高的体型 还能在摇晃中挺住 但浪头翻卷到远方 另外几艘万吨级的驱逐舰和护卫舰还是被推了出去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再去关注我去哪里 现在已经到了舰队生死存亡的时刻 坐在航空母舰指挥舱内的手掌在座位上用力地按住桌面 让自己不会在摇晃中摔倒 一边不断地听取参谋部的建议 但面对海下的庞大虚昆 他们也有些难以着手 战舰对于船底以下的目标攻击手段实在是不多 在雷达监测途中 虚昆的身影已经越来越接近统一号航母 首长知道不能等下去了 他把手中的笔往桌子上一人开口命名了 让其他的护卫舰都打开导弹发射 进行密集导弹发射火力全覆盖 作为舰队的第一指挥员 舰队首长在做出这个命令的时候 已经是准备好下血本了 数艘护卫舰每舰上都有16个导弹发射单元 上百个发射弹位 如果火力全开全覆盖式的发射 一轮骑射就要打出数百枚的格式导弹 这个数量对一些弱小的国家进行灭国洗地都够了 肯定也能对这支机变虚昆造成重创 但命令还没等传下去 船令员就被参谋们拦住 首长这不行了 这数百枚格式导弹打下去 在海底进行这样近距离的内保 掀起来的海啸高度难以想象 足以把我们整支舰队都掀翻了 几位参谋的高喊中 是制止住了舰队首长的这个命 以前他们的目标都是极远处 但是现在怪物就在自己脚下 爆点太近绝对会冲击到自家航母编队 首长用手不停地敲击着桌面 无奈地说道 低烈度炮火持续攻击 航母动力系统开启满功率甩脱吧 能不能甩脱这支 即便虚昆舰队首长心里也没有把握 航空母舰因为功能设计的原因 速度一般都是在30节 每小时接近60公里左右 统一号因为是核动力的原因 速度虽然快一些 但是也快的有限 而一般的鲸鱼大致速度也是这些 希望发射的导弹和鱼雷 能让它的速度多持之一些 但还没等参谋部进行细致的数据分析呢 耳机里就传来了监测员的惊呼 不好 这只怪物的速度一下子变快了许多 向着船手的方向冲过来了 指挥员立即看向电子屏幕 上面显示着虚昆的高度正在水下急速攀升 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 这样的速度母舰根本不可能甩开 几乎是数秒之间虚昆就爬升了几百米 眼见着就要接近母舰的底部 这个极近距离其他几艘护卫舰连鱼雷都不敢打 怎么办 难道就看着这只怪物这样撞上来 舱室内已经能够感受到船底海水的剧烈起伏 指挥官瞪大着眼睛 航母的坚硬船底能扛得住这一下碰撞呢 但碰撞却迟迟没有到来 虚昆的高度好像就停在了海底距离航母 还有150米左右的那个深 怎么回事 指挥官有些纳闷 这只怪物不攻击了 然后他就听到了一声大叫 指挥官你快看 一名监测员已经顾不得太多 他立马将自己看到的画面传输到手掌的屏幕上 在那只好似一座灰色大山一样的怪物头上 正有一个人死死地顶着 什么 饶是以心理素质最为镇定的指挥官也不由地揉了揉眼睛 确认自己有没有看错 那真的是一个人 或者说是一个怪物 此刻的我已经和之前的样貌大不相同了 背后支出两只钢铁锯炮的影子 悬挂在我的肩膀两侧 天赋磁条的由来 让我身体的某些特质在向这些机械造物转变 我硬顶着虚昆的头生生拦住了他上浮的动作 虚昆发出了愤怒的鸣叫 浪潮瞬间汹涌 他灰白色的身躯上方出现一道道深蓝色的纹路 尤其是以他的尾巴处最为明显 虚昆显然动用了特别的超凡力量 让他的力气一下子就大了起来 尾巴在向水底下一排 一介力他的力气几乎要翻倍 即便除了给怪物带来了更加庞大的体型和力量 也同样赋予了他们超凡的天赋和能力 但那又如何 在指挥舱内指挥官和一众参谋瞪大眼睛 看着另外一座航空母舰的虚映出现在我的背后 斜插向下 十分强硬的和虚昆的脑袋撞到了一起 红石幽蓝色的光芒也在整个母舰影子上出现 也让我身上的力量源源不断 出力更胜一筹 神力加15万吨排水量的航空母舰的自重吨位加核动力 我就像强按牛头喝水一样 将想要翻天的虚昆又直接给按折下去了 巨大的航母虚影砸在虚昆的头上 撞击却有如实质 箭手中蕴含着巨大的动能 比碰撞钢铁之躯可不会弱于普通的血流 大片的海水已经被虚昆的鲜血染红 我的身影埋没在血红的海水里 硬生生地顶住虚昆的反击 又将它向下按了上百米 在血团包裹的地方 能看到虚昆被箭手撞击的鹅脚 已经露出了发黑的骨骨 并且有很多军裂破碎的痕迹 虚昆直接被这一下子撞往了 头顶直接开花步数了 连动作都在这种晕眩中迟滞了几分 而这个时候我也直接窜到了虚昆的腹底 用手情力向上 恍惚间在我的背后 那艘航空母舰的舰尾处 好像出现了两组巨大的喷气式引擎 舰银两侧更是伸展出来了 比它健身还要长的钢铁巨蚀 神速加飞行加破浪 再加上属于航空母舰的超级神力 海巢被分开一条数百米宽数千米长的巨大鸿沟猎骨 我硬顶着虚昆大山一样的身躯向上 直接脱离了水面 长官我看到了什么 统一号航空母舰在天上飞 统一号航空母舰飞起来了 它顶着那只巨大的怪物直推上数千米的高空 六千米九千米一万米 清醒过来的虚昆想要挣扎 但显然离了大海之后 它的能力和力量都要弱下来不少 压根不能挣托 站在各个巨舰中的指挥官都在等待母舰手掌的命名 一万多米这个高度 他们都知道这已经是很安全的距离 是发射格式导弹急火攻击的好机会 手掌 下命令板 之前发射的鱼雷就可以让这只虚昆受到外伤 如果全部舰船发动急火攻击的话 参谋不分析 他们是有机会消灭这只怪物 再等等 那个帮助了我们的人 还在那只怪物的下方 有人表示并不同意 因为我还在虚昆的下方 但也有人把我视为威胁 觉得应该把我跟着虚昆一起打下来才对 那怪人虽然看似帮助了我们 但我们也不能确定是敌是友 舰队手掌摆了摆手 制止住了对方的这个论调 我们龙国 从来不会对自己的战友动手 所有炮火进入欲启动状态 但不是为了攻击 而是为了随时准备进行支援 明白了吗 明白 军令技术便不可更改 而这个时候 虚昆早已经被我又推出了数千米远 而高度也达到了近两万米 把重量完全不弱于航空母舰的虚昆 托举着飞到这个高度 哪怕是神力九级的 我也感觉双臂有些微微发酸了 是我一朝地球上头 在我的背后虚影挂载着的巨大喷射发动机 发射出亮蓝色的粒子喷流 神速十一 我唯一的一个十级以上的磁条天赋 我硬推着虚昆的身体向远处平抛制了下去 瞬间接近四马赫的速度 每秒近1400米 虚昆在挣扎中 以一道相当平滑的曲线失利着 向下方被抛飞了出去 两万米左右的高空 足足接近100秒的时间 虚昆滑出了一道惊人的抛物线 在各个战舰的雷达途中 虚昆的反射信号 在以惊人的速度脱离航母编队的队伍中心 直至大约130千米远的地方 两万米的高空 经过重力加速度 虚昆撞在海面上的冲击力 完全不亚于是撞在坚硬的钢铁地面上 巨大的冲击力 让虚昆的背部瞬间就成了一堆碎肉 庞大的吨位和力量 更是在海平面下 砸出来一个有上万米的身骨 虚昆的身体早就不成了样子 就在所有的参谋和指挥官 都为我这一致感觉到窒息 并且在心中默默估算 这一次投掷 要拥有多大的力量的时候 每一艘的舰船指挥师的屏幕里 都出现了我的面貌 我大声的质责打断了所有人的思路 开炮啊想啥呢 你们还在等什么 已经在安全距离了 还不赶紧对他发动攻击 骑尘大声的质责 打断了所有人的思路 开炮啊 想啥呢 骑尘从天网级电子侦察船上 吞噬到的信息侵入LV-9派上了用场 在场的船舰都有电子防护手段 甚至旁边还有天网电子侦察船护航 但最了解自身漏洞缺陷的 莫过于自己 骑尘用的就是同根同源的技术 几乎是势如破竹的 就穿透了航母编队的所有防火墙 直接就将自己的面孔投射了过去 自家的电子防护就这么的被破了 各个舰船上的指挥官都有些沉默 最后还是统一号航母上的手掌 先下达了命令 敲了敲桌子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回来 然后迅速指挥到抓住机会 所有愈发射状态导弹 三轮骑射 开火 而这时候 骑尘侵入的面孔 也已经从电子屏幕上消失了 他此刻站在最近的一艘 凌峰55A级护卫舰上 再次掰下来了一块钢铁 然后吞咽了下去 吞噬凌峰55A级护卫舰 成功获得天赋词条带刀侍卫 LV-9船间炮力 LV-8单刀附会 LV-8瞬间 又有数条进攻性词条 出现在骑尘身上 然后 在骑尘的背后 航母的虚影上 在甲板的两侧 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大量的导弹 发射井 出现在骑尘背后 一枚枚虚幻的超高音速导弹化作实质 跟随航母编队发射的导弹一起 向着远处还在弹跳的虚昆 飙射了过去 论单舰的攻击力度 航空母舰确实是弱势了一些 航母母舰的主要能力和任务 和主要武器装备 还是它搭载的各种舰载机 舰机机轰炸机预警机 固定翼反潜机 电子战机救援直升机等等 船上舰炮虽有 也能发射鱼雷导弹 防空炮 但是和专门的护卫舰相比 还是差点意思 但是 在骑尘吞噬了这条 林峰55A级护卫舰之后 骑尘的背后 就好像长出了一个导弹发射基地 林峰55A护卫舰 两万多吨的排水量 这个吨位的护卫舰 只此龙国一家 世界上最强大的护卫舰 最强战绩 是曾经在多方位的卫星和雷达 等其他条件综合协助下 在英国眼皮底下消失 单舰直插 迎进英国航母编队中心 单刀附会 主动撤下反雷达的隐身效果 给英国狠狠吓破了胆 然后在他们反英国来前 又重新消失 自如撤退 英国惊悚 因为在那个时候 林峰55A如果悍然出手 在出其不意之下 绝对拥有覆灭 他们整个航母编队的力量 因为 在林峰55A的身上 拥有着足足16个导弹发射单元 上百个发射井 能同一时间 发射16枚导弹 能快速连续地发射12个批次 近200枚个是包括 搭载着核弹头的弹道导弹 仓促间 顶刻可以重创 甚至是覆灭一整个英国舰队 林峰55A型护卫舰 拥有着海岚星上最顶级的火力配置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 消灭敌人 就是最好的护卫 如此顶配的火力磁条 被骑尘吞噬 并且转移到他身上之后 更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15万吨级的护卫舰 听说过吗 在骑尘的身后就是 本就已经被天赋变化而改造的 不知道应该是叫做航空母舰 还是空天母舰的航母虚影 此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眼下去 上百的导弹发射单元 密密麻麻上千数量的导弹井坑 整齐地排列在航母甲板的两侧 骑尘一人的数量 就抵得上了一支舰队 而且 这些导弹发射单元 也不是 就说说看看 白样子的 虽然这半实质的虚影 只是骑尘能力的体现 发射的并不是纯粹的炮弹 需要骑尘本体 为它提供能量能源 但核动力 LV-8可控核具 便为它提供的能量 源源不断 一瞬间 骑尘和母舰的身影 就被巨大的烟尘笼罩 只是一轮骑射 就是一百多枚 超高音速导弹拔地升空 在空中几个整齐的变相 飞射了出去 并且后发先制 比统一号航母编队 发射的各式导弹更强 更快 没用几秒钟的时间 超高音速导弹 可以将末端速度 飙升到近30马赫 骑尘被超凡之力 增强过的导弹更快 更是能达到35马赫以上 达到恐怖的近40马赫 一秒万米 几乎是十几秒 不到20秒钟的时间 骑尘用能力衍生出来的 超高音速导弹 就追上了 已经被制飞出去近200秒 打着超巨大水漂 弹出去 已经有200多公里的虚昆 而且 每枚超高音速导弹的 落点和爆点 误差也绝不会超过10厘米 这个速度 这个精准度 就是特射片里的 奥特之王的速度 来了 都得挨拳整整100炮 更别提海上时速 只有30节的虚昆了 也根本没有给 已经被扔得重伤的虚昆 任何调整和疗伤的时间 它那样庞大的身躯 本来应该有着 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和恢复能力的 但那一瞬间的爆炸中 什么都是虚妄 巨大的暴雨 一个接着一个 冲击波接连不断 不断地摧残着这片海域 大量的海水 被推压至更远的地方 海啸真的来了 超高音速导弹 在水下数十米米的 深度爆炸 爆炸后一秒内 大量水下爆炸 所形成的气泡 就将爆心处 直近两三百米范围内 共数百万吨海水 及海沙喷上半空 形成一道高两三千米 扩也有千米 厚数百米的水墙 等高耸水墙砸落 便形成真正的海啸 落下的水墙 混合着炮弹的冲击波 再在海面上砸落 把周围的海水 推起推高推远 便是真正的海啸 海啸无限地向远处蔓延 高度始终有上百米以上 这个威力 已经完全不亚于 一个真正的核弹 在海洋里内抱的威力了 甚至一些百年前 那种老旧的核弹型号 爆炸后产生的威力 还不如骑尘的 这一次爆发骑射 随后 来自于统一号航母编队的 其他超高音速导弹 才姗姗来迟 而这时候 虚昆早就已经 死无葬身之地 他们能撕碎的 也只有虚昆仅剩的 那部分坚硬骨架了 但骑尘依旧飙着急速 再往那个方向飞去 因为 击杀击变怪物 尤其是这个级别的 击变怪物 是一定有着战利品的 虚昆实在是被抛飞了太远 哪怕是以奥特曼的速度 也是飞行了 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骑尘才飞行到 虚昆死亡的那片海面 搜寻战利品这种事 并没有那么麻烦 哪怕是在大海捞针 还是在海啸翻涌 不停地大海中打捞 骑尘也没有花费 太长的时间 在侦查感知中 骑尘清晰地 就感知到一团 庞大的能量源 并且使用破浪天赋 挖开海面 将那团足足有 骑尘一怀大的 幽蓝色能量结晶 给捧了上来 像个小墨盘 腰弹 这东西 在很久以后 会被人们称作腰弹 是拥有超凡天赋的人 提升超凡之力 等级的绝佳补品 也可以入药炼丹 打造超凡装备武器 甚至是做一些庇护所中 超凡大炮的能量来源 效用很多 是激变世界后 绝对的硬通货 像虚昆 他虽然刚激变 就被骑尘杀死 还没来得及像后世那样 进化成海上一霸 这颗腰弹品质才刚刚三阶的样子 但 它这么大的一颗 里面蕴含的能量总量 足以媲美一些霸主和王者了 在体型和能量储备上 徐坤这只鸡变怪兽 的确是得天独厚 对于这颗腰弹 没得说 那就是吃 现在海澜心上的鸡变 才刚刚开始 那些药剂师练气师等职业 都还未出现 骑尘能选择的处理方法 也只有这一个 骑尘抱着这没有小墨盘大的腰弹 直接就开始吸收 和刚即便就是三阶统领级巨兽的 虚昆相比 它才刚刚是一阶的超凡战士而已 有这颗腰弹 足够它升好几级了 抱着这颗腰弹 骑尘选择了最爆裂的炼化方式 那就是啃 就像是吃苹果一样 骑尘一口就在这颗幽蓝色的腰弹上 咬下来一块青藻大的碎片 然后一口吞咽下肚 拥有九级的钢铁之躯 骑尘相信 这一枚三阶腰弹 是不会把自己承爆的 老老实实地 在腰弹里抽离能量 然后再慢慢炼化吸收 这样按部就班的修炼过程 实在是太慢了 骑尘嘎巴嘎巴地一口口吃着 身上的气息 也在迅速地变得愈发强大 虽然身边的能量 是肉眼可见的混乱 但是骑尘的境界 却是稳步向上地增长着 超凡一阶初期超凡一阶 中期后期巅峰 超凡二阶 几乎是几秒钟的时间内 骑尘就从原来的超凡一阶 突破到了超凡二阶 成为了一名精英级超凡战士 在上一条命 超凡二阶 之所以被称之为精英 那就是因为 这个境界的超凡战士 已经是幸存人类中的 绝对中间了 虚坤的腰单 实在是太庞大了 他只是吃下了一个 大枣那么大的碎片 其实就已经相当于 吞噬了一个 正常和虚坤同阶的 三阶级变兽的腰单能量 即便这种吞噬手法很暴力 很粗糙 甚至是造成了近乎九成的浪费 但就这么一小口 虚坤腰单 还是轻易地就将骑尘的修为 推至了二阶 不仅如此 连骑尘的究极吞噬天赋 也在发动 吞噬三阶统领级 即便受虚坤 获得天赋磁条无极生长 LV8神前 LV5吞噬 LV6超级再生 LV7海之力量 LV7神力 LV7除了天赋磁条的 等级比航空母舰要低点外 这数量 也和骑尘从航母上吞噬来的 天赋磁条 不逞多让了 一眼下去 也是一二十条 骑尘将这些新得到的天赋磁条 一一地看过去 也不禁暗叹 虚坤的天赋 得天独厚 无极生长 拥有此天赋的超凡者 哪怕不能突破境界 也可以靠着此天赋 无限制的生长体型 以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和积攒能量 这是虚坤的核心能力 再配合上 他六级的吞噬天赋磁条 虚坤在他上一条命的时候 在海洋里 成长成了一只庞然大物 这只虚坤 最后好像走错了路 最终的成就 也只是从现在的统领级 再晋升一级 成为四阶的霸主级 极变生物 但它的体型 却远比现在 更加庞大的多 现在它就拥有着 十几万吨排水量的体型 那时候 它更是有着现在十倍 甚至几十倍的体型 是一座数百万吨的庞然大物 是海洋霸主级中 最特殊的存在 可以和王者级生物交手 而不落下风 就连一些不擅长大范围AE的 帝皇级极变怪兽 也不愿意去多看它一眼 因为 除虚坤的体型 不仅巨大 一般的攻击 很难给它造成致命的伤害外 它还掌握着 超级再生LV7这样的词条 那个时候的虚坤 几乎已经成为 海洋里的一个毒瘤了 是能在海洋里 随意唱跳的存在 现在 齐成能杀死虚坤 还真有点占据了天时的意思 在虚坤还没发育起来之前 趁早地消灭了这个 一直盘踞在龙国海浆上的祸害 齐成吞吃了虚坤的天赋词条 相应的也获得了虚坤的能力 齐成发动天赋吞噬 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出现在它面前 甚至是卷起了八级狂风 大量的海水都被吸着 倒灌进它展开的这个漩涡里 和齐成的究极吞噬的概念性 吞噬天赋相比 这才是正牌意义上的吞噬技能 齐成直接把磨盘大小的虚坤腰单 丢进了吞噬漩涡里 这样吞噬起来就方便多了 不再需要它一口一口吞吃 而且吞噬的效率和利用率也高 转眼间 齐成身上的超凡境界又再次疯涨起来 而这样汹涌的吞噬和炼化效率 每一秒都会诞生庞大的力量 齐成忍不住打了一个宝格 一股蓝霞 瞬间就从他的嘴里喷噗而出 一下子喷射出去好几十米 齐成赶忙闭上嘴巴 就这刚才这一下子喷吐出去的超凡能量 都足够一般的一阶超凡者 提升一个小境界了 虚坤的腰单太大 一招吞噬太多 他有些吃成了 但没关系 齐成有办法 消化不完的能量 全部都被齐成转移到自己背后的航空母舰上 这艘航空母舰虚影 也是齐成能力的表现 无极生长的天赋开始发动 齐成背后 原本一直定格在15万吨排水量的航空母舰虚影 既然膨胀了起来 15万吨 20万 25万吨 50万 大量的腰单能量被吞噬 齐成背后的航空母舰 一下子比之前大了三倍还不止 并且 在这艘已经千变万化的航母之上 又出现了新的不同 在保留了之前所有已有的那些特点之外 如今的航空母舰上 又出现了一层新的生物薄膜船舰的形状外观 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和之前的钢铁 争鸣相比 现在船身则更具水滴状流线型 更趋向于一种鱼腹的形态 船身也由原来的红底白灰船身配色 心腹着了一层蓝黑两色的涂装 上面刻画着一条条玄奥的纹路 和虚昆身上的那种 可以借用大海力量的天生超凡纹路 很是相似 它现在更像是一艘电影里的 超未来战争兵器生物战舰 骑尘的超凡之力也节节攀升 虽然被无极生长的天赋 给消耗了大量的力量 但虚昆的妖单实在是太大了 骑尘自身能消化的 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他也轻松地再次突破了境界 一路破关 顺利地达到了超凡三界 领主级 并且一直到达领主级巅峰才停下来 呼 爽 领主级 足以成为一座中型庇护所的城主 活人数十万 是真正能匕首一方的强者 骑尘挥手前推 航空母舰直接向前重重地 砸在了海面上 瞬间迸发出更大的海啸 百米水墙顷刻而起 50万吨排水量的母舰 从半空中砸下去 再加上骑尘的超凡等级和神力 只是一次挥手造成的攻击 力量就不须于之前 上百枚超高音速导弹的急火爆炸 骑尘的力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再碰到一只这样的三阶虚困 它只要操纵着背后的航空母舰 轻轻易砸 便能轻易地将它重创 这无极生长 虽然消耗资源 堪称无底洞 但这种无上限的增长 也太过bug了 骑尘对无极生长这个天赋词条 非常的满意 而且 它还有航空母舰虚影 代替自己 进行体型增长 不用把自己变成一堆肉山一样的壮硕巨人 更是排除了它最后的一点隐忧 我现在的力量 根本就不是第三阶灵主级所能承受的 就算是霸主级生物碰到我 也得对我退避三射 骑尘眼底里有光芒闪烁 虽然上一条命的时候 它根本没有资格 接触到霸主级的超凡和畸变生命 但骨子里的生命本能 再告诉骑尘 霸主级也不惯 骑尘将航母虚影收起 身影沉降下去 单手就捞起海水里 不断沉浮着的巨大白骨 这是虚昆的骨骼 虽然被炸碎了一些 但还是保留了其中的大部 灵主级的骨骼 绝对是最优质的超凡材料 是炼器的好宝贝 或者是研磨入药 可以提升人的骨骼强度 获得一些能力效果等等 作用非常的多 也异常珍惜 等机变后的世界 重新再建立起来 这东西绝对价值连城 无它 虚昆的骨骼 实在是太庞大 足以打造出 无数套超凡超凡装备和兵器 将这块重量 足足有两三万吨的骨骼 从海水里面拖出来 齐晨看了一眼血雨 越下越大的天空后 将这块领主级的骨骼材料 向统一号航母编队拖过去 血雨倾喷 积变持续发生 想必这个时候 全球已经有过半的人口和动植物 都已经发生积变了吧 齐晨拉着虚昆的骨头 往航母编队的方向飞 这个世界上 还是能免除积变的风险 不受血雨影响的地方的 但是数量不多 龙国的航母编队算一个 原因也很简单 在这次全球积变的天灾中 也有不少只有在小说和影视作品里 才会出现的东西 因为超凡力量而具现化 拥有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 就比如国运 而统一号航空母舰 显然是背负了龙国 很大一部分国运的超级战争兵器 大国重器LV-10 更是说明了它的地位 从血云血雨开始到现在 整个航母编队上 都未有任何一个战事 发生任何机变状况 就是因为 有冥兵之中的国运在守护 隔绝开了血雨的影响 能携带大量国运的物件建筑 或者类似航母这样的 国之重器的数量是有限的 它们都是未来人类 建立起一个个庇护所的核心基石 统一号航空母舰 本来是要被激变虚昆给重创的 受损严重 身上寄托着的国运力量外泄 最后只能作为一件 强大的战争兵器来使用 现在 骑尘击杀了虚昆 统一号航空母舰 成功得以保全 航空母舰 海岚星上最强大的战争兵器之一 一整个航母编队在距离合适的情况下 绝对拥有 消灭任何统领级机变怪物的能力 拥有伤害到霸主级机变怪物的力量 但强大的是兵器 驾驭他们的士兵们 还是太脆弱了 所以 骑尘决定好好地帮助这些士兵们 强化一波 帮助他们觉醒真正的超凡力量 要知道 这鱼骨中可还有着一样东西 那就是鱼骨髓 被称作软黄金 千金不换 这也是一整条虚昆血肉中 唯一温顺道能被普通人都直接吸收的特殊资源 用它帮助航母编队中的士兵洗涤身体 以这个层次的超凡力量刺激 大多数都能开启超凡天赋 成为真正的超凡战士 哪怕不能一下子觉醒天赋和超凡力量 也能大大的强化身体 成为准超凡士兵 骑尘已经准备好 给自家龙国的战士们 送上这样一份大礼 统一号航空母舰的指挥舱内 各级人员正在有紧有条的忙碌上 航母编队参谋长向前来汇报的人员问到怎么样 查出我们电子信息网络中的漏洞了吗 报告 还没有 负责这方面的战士立即回答道 他的鹅角已经把头顶上的军帽给如湿 面露蓝色地道参谋长 我们的电子防火墙显示并没有遭到任何破坏 对方 对方更像是直接拿着我们的钥匙 直接就打开了我们的大门 绕过了我们的防御 直接就进来的 这怎么可能 这位参谋长曾经也是精通电子信息技术的人物 虽然现在身居航母编队参谋长一职 但手里的技术也不曾落下 他深知 想要这样无声无息地绕过自家层层严密的电子信息防火墙 悄无声息地绕过防护 直接就侵入进来 需要多么强大的技术力量和硬件支持 这种绕行 比强行破坏防护更加恐怖 在这海岚星上 原本他们的天网级电子侦察船的软硬件和人员技术 已经是最顶级 这人凭什么能做到 几乎是碾压着他们数个代差的电子侵入 报告 那个人正在飞速地向我们接近 速度飞行速度约为12马赫 大约会在58秒后到达我方方位 负责监测雷达阵列信息的士兵 看着仪器上反馈回来的信息 向参谋部会报道 骑尘身上的隐身能力很强 显示在相变雷达上的 其实是积变虚昆的骨骼骨架 12马赫 这样的飞行数据 又是让参谋部大吃一惊 怎么就12马赫了 之前监测的 它的飞行速度不是只有4马赫左右吗 怎么突然就翻了三倍 听到这个数据 参谋部整个都是乱的 仅仅是一个数据的变化 就让他们之前将骑尘作为敌对目标 而推演出来的全部应对方式 变成了一堆无用的废纸 全部都需要推翻 而且几乎失去任何反制措施 因为骑尘的能力不仅仅是速度 还掌握着隐身特性和电子信息入侵能力 向变雷达阵列 未必能发现 发现了被入侵电子网络 导弹发射井都未必能发射得出来 而普通的防空炮 利用人工手动操作 肯定追不上12马赫的速度 困难如山 堪称无解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百思不得及 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那我们要对对方进行拦截吗 对方马上要再次闯入我们的安全防范距离了 有参谋指着屏幕上 一点点和航母编队拉近距离 代表着骑尘的雷达标注目标 开口问道 每经过一秒钟 留给他们的反应空间 就会减少四公里 我觉得应该打 我也觉得 打吧 不能把自己的命运 交到未知的人手上 天知道对方是敌是友 可对方好像并没有什么恶意 参谋部里面七八个参谋 各输几件 有要占的 有觉得应该尝试友好交流的 大概一半一半的数量 但大部分的参谋 都觉得得与骑尘保持相对安全距离 不能让骑尘 接近统一号航母编队的100公里以内 所有的参谋都看向 一只不说话的舰队首长 指挥官 鹰派的参谋长 都期待地看着舰队首长 等待着他下达命令 他们都觉得 指挥官会和他们做出同样的选择 这位首长 可是荣国内响荡荡的鹰派 强硬派 拉着航母编队三天两头的 没事就去打其他国家航母编队连 去威慑周围爱跳脚的国家 将他们振服的事情 数这位带他们干的最多 首长一定会同意 我们开火的 强硬派的几位参谋想着 但舰队总指挥 并没有着急 回复他们 没有着急下达命令 投出他那决定性的一票 指挥官还在那抱着电子屏幕 从他们开始讨论前 他就一直在看 屏幕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着 舰队捕捉到的 部分骑尘和虚昆战斗的画面 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了 他并没有回答参谋们的问题 而是等到这一遍视频看完 然后 再将视频的进度调回拉 然后展开放大 投射到屏幕上 你们看 他身上穿着的是我们的军靴 腰带也是我们海军的 总指挥官将骑尘的身影放大 特意把骑尘脚下的军靴放大后 给其他人看 骑尘身上的衣服 因为受到枪击的原因 被子弹打得破破烂烂 早就被他给脱下来了 裤子也撕扯剩的半条 也就军靴和腰带 还保持着最完整的状态 上面有龙国海军的标志 这么说 他是我们自己人 是我们的战士 有人瞪大了眼睛 看着骑尘眼神火热 这就是一艘人形航母啊 没有人再说 要攻击骑尘 或者距骑尘于百公里之外的话了 如果骑尘是龙国的战士 那他们可是有 无数个大胆的想法 去派人查查 哪个班人员有缺漏 位在岗位上的 验证一下他的身份 总指挥开口着人 吩咐了下去 这个时候 全舰的人员 都在岗位上作战 缺了谁 很快就能查证出来 同时 总指挥员 还提出了另外的疑问 一个人类 拥有了这样强大的力量 海底里 也出现了 堪比母舰的强大怪物 还有天上覆盖的这层血雨 以及一直下个不停 都已经把浅层海面 给染红了的血雨 这绝对不是正常现象 这片海域 或者是地球发生什么了吗 他觉得 这个世界 绝对是发生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但是 如果这世界上 发生了什么的话 早就应该有 龙国的卫星通信 接入过来了 派人主动向上面通信一下 看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不用通信了 没用的 总指挥的话音还未落 命令就被人打断 舱室里的人 不由地都抬起头来 然后就发现 他们的电子通信系统 又被人给破解了 不是别人 投射到电子屏幕上的面容 还是齐尘 别做那没用地工了 现在全球都在积变 现在估计 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变成了怪物 那些负责 和舰队通信的工作人员 没准 都已经变成了怪物 就算没有 海兰星整个都是一片混乱 他们短时间内 也弄不清是什么情况的 全球积变一旦开始 混乱的秩序 没有那么容易恢复的 现在积变 其实才过去不到十分钟 哪怕是以龙国的组织性 也没有办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国家这辆庞大的马车扭转过来 光是一半以上的人口积变 大几亿的人口 变成怪物 都够龙国喝上一壶 更别提 还有数量更加庞大的积变动植物了 听到齐尘这话 舰队上的所有人 脸色都是非常难看的 他们长年几个月 甚至很多战士几年的 待在航母 待在海面上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守护住身后的国家 他们是龙国的一堵墙 人民的守护神 但现在 全球发生畸变 龙国内部出事了 总指挥官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即下令到航母编队全体单位 都有 即刻返航 并做好动员牺牲和战斗准备 整个指挥室内的氛围 一下子便变得肃杀了起来 一时间 母舰编队中的所有舰船 也都在掉头 面朝龙国大陆的方向开始急持 整个舰队都是全速全开的状态 总指挥的命令 还在不断地下达所有战机 全部准备启动 所有战机按照次序全部出动 所有海军海员 全部做好陆战准备 哪怕我们是海军 但龙国到了 需要我们守护的时刻 那我们就是陆军 旁边的参谋长 适时地将全频广播打开 将总指挥的慷慨激昂声音 进行了攻放 既是为了更加迅速地下达命令 也是为了鼓舞式气战前宣言 航母编队最高指挥官的声音 通过波频传到齐晨的耳朵里 饶食他也感到热血沸腾 毕竟他原本也是海军中的一员 总指挥不知道龙国的版图内 会激变出多少只 和虚困一样强大的怪物 但他准备拼了 杀气疼疼 不过 齐晨还是立马叫住了总指挥 然后说道 让战士就这样出去 脱离了国运庇护范围 被血雨交道 还是会发生激变的 齐晨的话 让总指挥犯了难 不由皱着眉头问道 这那怎么办 他可以派自己的战士 为了清理那些激变怪物 而出现伤亡 但他绝不能接受自己手下的战士 白白的牺牲 变成怪物 难道他们就得一直待在航空编队上 不能出去了 总指挥将目光 看向屏幕中的齐晨 眼里含着期待 既然是齐晨提出的这个问题 那齐晨也应该有解决的方法吧 这时候 齐晨也算是 拖着虚困的鱼骨 来到了航母编队的视野里 齐晨 把鱼骨重重一扔 便抛到了统一号航空母舰的附近 拦住了正在航行的航母编队 然后开口说到我回来 就是为了帮忙的 想要不受血雨激变的影响很简单 只要觉醒天赋 成为超凡者就好了 齐晨把虚困鱼骨的功效 在电子频道里说了一遍 鱼骨的功效 瞬间就让航母编队各艘战舰 各个指挥室里的军官 以及所有的战士 都呼吸粗重了起来 超凡 进化 我们超凡了之后 也能变得和你一样强大吗 面对总指挥的问题 齐晨稍微地卡了一下壳 应该没有 他的天赋特殊 战斗力并没有可比性 总指挥稍稍地失望了一下 不过立马又精神了回来 因为 按照齐晨所说的话 只要能觉醒天赋 成为超凡者 他手下的兵 每一个都能堪比之前的兵王 这个时候 他们也在海底 发现了一些普通的一阶鱼类机遍体 想必齐晨说的全球机遍 大部分的机遍怪兽 都是这种普通的 他们如果成为超凡战士 应该也能够应付 齐晨本身也是这样想的 整个航母编队 近二十艘战舰 再加上航母 足足上万人 其中大部分成为超凡者的话 足以迅速地 就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庇护所了 齐晨伸手在虚昆的鱼骨脊骨位置 一批一拽 生生地就将他头骨挨着的那一截拽断 然后再用力一扯 一条金灿灿 还散发着淡蓝色荧光的胶质物 就被齐晨扯了出来 别看他软软弹弹的 但直到齐晨 把他一整条数百米长 都扯了出来 他都没断 非常的有韧性 这就是这条鱼骨中 最精华的部分了 被称为软黄金的鱼水 超凡能量温和的普通人 都能使用 是刺激普通人超凡觉醒的 最佳资源 齐晨直接把他 往统一号航母上一甩 便像一条超级巨蟒一样 在甲板上 占据了很大的一片地方 此刻 统一号航母上 已经列队 站好了很多的海军士兵 他们都是在得到了命令之后 在此等候第一批觉醒的战士 齐晨给他们 提供这条价值连城的领主及鱼水 而齐晨所要的交换条件 也很简单 那就是每位战士的一滴血就可以 刚觉醒的超凡战士 虽然一般都只有一个天赋词条 天赋等级 一般也不会超过LV3 但是 这里可是足足有着上万名的海军战士 齐晨送出能帮助他们 快速觉醒超凡的资源 他获得数千上万的天赋词条 互惠互利 一个个战士排着队走上前来 然后 一人用军刀切割下来一点鱼水 直接涂抹在自己的皮肤上 尤其是在眉心的这个位置 多抹一些 很快 就有战士的身上突然迸发出了火焰 第一个超凡战士 觉醒成功了 觉醒了关于控火方面的能力 紧接着 又有一个海军战士的身边 环绕出了一道道气玄 这是关于风的超凡特性 徐坤的鱼髓有奇效 几乎一半的战士 都能觉醒出超凡天赋 控火控风 距离重力控制等等 五花八门 而且在觉醒了天赋之后 他们身体里就开始诞生超凡能量 不仅仅是天赋特性 他们个人的战斗力也获得了激增 不过 显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 骑尘手托航母一般恐怖 但他们的天赋中亦有精品 就比如 其中一个战士 竟然觉醒了空间类的天赋能力 而且一觉醒天赋 就是二级词条 勉强能进行短距离的空间瞬移 还有一位战士 更是觉醒了稀有的灵魂系天赋 当然 现在他的天赋等级不高 勉强能对人进行搜魂 另外 之前的那些 比如那个重力操控 空气操纵 以及一些雷电掌控等等的 次翼级超凡天赋 也很不错 这样的场景 不只是在统一号航空母舰上发生 在骑尘将雨水分配下去之后 航母编队所有的舰船上 都在发生着同样的事 一位位海军战士 全都在迅速地觉醒 成为超凡战士 而骑尘也没闲着 他的身影 从母舰的甲板上飞出 然后落下 脚尖轻点 就踩在了一个刚刚浮出水面 黑漆漆的庞然大雾之上 龙国最新一代的 099型核潜艇 它也是统一号航母编队中的一部分 从下刚刚浮生出来 统一号航母编队 一共配置了 三艘099型攻击核潜艇 这东西 其实也不小 甚至比一些战舰都要离谱 排水量高达两万多吨 也是最顶级的战争兵器 骑尘掩热 他站在这艘核潜艇的上方 当然是看上他的天赋词条 不过对于这艘巨舞 骑尘的动作 还是温柔了一些 最后选了半天 还是选中了 核潜艇上面的 伸出来的一根潜望镜 然后吃了下去 没有破坏他的身体结构 潜艇和战舰 还是不一样 他是要伸潜入几千 甚至是上万米的水下工作的 他不能随意地 对核潜艇进行破坏 在核潜艇的结构上 但凡出现一点裂痕 和结构损伤 都有可能导致 他在几千米的深海下 被强大的水压 直接压碎压扁 不过 掰下来一个可替换的潜望镜 也足够骑尘吞噬到 想要的天赋词条了 吞噬099型核潜艇 成功获得天赋词条身前 LV-9超级抗压 LV-9隐匿 LV-8暗杀 LV-7深海巨兽 LV-8也是十多条的 重复和不重复的天赋词条 虽然已经有着 数千上万的天赋词条 已经在等着自己 但骑尘还是不会放过 吞噬这里的每一个 战争兵器的机会 高级别的词条 和低级别词条之间 带来的战力差距 是非常巨大的 多吞噬几艘航母 编队中的战争兵器 足以把骑尘的战斗力 再提升一个量级 在吞噬了099型核潜艇之后 骑尘真正的可以上 九天揽月 下午阳桌边 又花费了一点时间 骑尘又把另外两种型号的 大型驱逐舰 给一起吞噬了个干净 这两种驱逐舰的天赋能力 和其他的战舰 有些交叉重叠 并没有获得什么新的能力 但是 在吞噬了大量 同质性的天赋之后 骑尘身上的天赋词条的等级 都有提升 就比如原本的神力 LV-9 晋级成了神力 LV-10 破浪 LV-8 晋升成了破浪 LV-9等等 大多数词条 都有等级上的变化 而经过大概两个小时的等待 一万多名战士的超凡血液 也准备好了 如果说 吞噬各艘战舰的天赋词条 拿到的都是高等级的专精词条 那吞噬这些超凡战士的天赋词条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 丰富自己的天赋手段 提升能力的广播 将一万人左右的超凡血液 都收集起来 然后 来自于虚昆的天赋能力 吞噬发动 吞噬庞大数量的天赋 让骑尘瞬间就有种吃饱了 吃撑了的感觉 同时 在骑尘的身边 不断地冒出一些 火焰冰霜落石闪电等等之类的东西 这都是刚刚获得的天赋 一下子来得太汹涌 无意识地外泄了一些 上万数量的天赋词条 真的太多了 吞噬混合超凡血液 成功获得天赋词条 玩火大师LV2冰魄 LV2母之星 LV3强体 LV3冰王 LV2科学家 LV3无数个天赋词条 而且多种多样 根本数不清地 一个个在骑尘的面前划过 并且 其中有大量的同质化天赋词条 正在互相合并吞噬 升级的等级更高 更加强大 这些天赋词条 大多都是一些比较大众化 拥有比例比较高的天赋类型 此刻全部都进行了合并 就像骑尘的脚底下 现在就穿出来了一团赤色的火焰 火焰宗师LV6 瞬间骑尘脚底下的航母甲板 就被灼烧出来一大片黑色 然后发红发亮 即便骑尘几乎是瞬间的 就将波动出来的火焰能量收束起来 但在航母的钢铁甲板上 还是留下了熔熔的痕迹 而且不仅如此 骑尘升级出来的天赋 当然不止火焰宗师一个 例如风雨者LV5控水 LV6大击霸 LV6兵王LV4战斗技巧 LV5等等 这些天赋都比较普通 但相比于那些稀有的特殊的天赋词条 他们却可以更快速地合并升级 尤其是其中的兵王LV4和战斗技巧大师LV5两个 更是给了骑尘很大的惊喜 每个超凡战士时 天赋数量和能力等级 其实都是不定的 就像领主级的须坤一样 当超凡战士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相应的也会掌握更多的能力 获得更多的加成词条 并且天赋词条的等级 也会随着能力的强度提升和开发而提升 而一个人身上精通的技术和特质 其实就是最好的词条种子 龙国的海军 无疑是全世界上综合素质最高的一批 所以 在觉醒超凡天赋的同时 很多人本身拥有的特质 也形成了独立的天赋词条 兵王和战斗技巧大师 就是其中的两个 而且 战士中的很多人都有 这两个天赋词条 不仅被吞噬 还被叠加升级了起来 这两个天赋一入脑 原本在自己脑子中 还比较混沌 多得数不清的天赋词条 一下子就清晰了起来 如何用 怎么用什么时候使用 彭佛身体本能一样 一下子就有了章法 这两个提升战斗技巧 和素养类的天赋一到手 齐城的战斗力 至少提升了三四成 盘坐在统一号航空母舰上 又花费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上万条天赋终于升级整合完毕 虽然没有上万天赋那么恐怖 大量的天赋 都因为和其他天赋的相似性 而被融合吞噬 形成了新的高级磁条 但最后的数量 亦有七八百个磁条 挂在齐城身上 不是等级高 就是磁条稀有 齐城从航母甲板上站起身 他不准备在航母上归队了 龙国幅员辽阔 地盘上的畸变怪物太多 其中有很多天赋高的怪物 在最后成长到霸主级王者级 甚至在畸变的一开始 都有霸主级的畸变体出现 并且覆灭了很多城市 现在趁他们还未到达巅峰 正是扼杀他们的好时机 总指挥 他走了 在航母指挥室内 有参谋接到信息 然后会报道 嗯 我知道 总指挥将手里的便携屏幕放下 上面书写的是 关于齐城的全部信息 被调职位兵临年纪等等 齐城确实是他手下的兵 但舰队总指挥很理智地 没有去强制征兆 或者是挽留齐城 不让他走 总指挥将手里的机器放到一边 然后说到算了 把放在他身上的精力都收回来 让他走吧 他是我们这里走出去的战士 要相信他 他拥有着这样的能力 独自行动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总指挥将这个话题跳过去 又展开另一张报告 投放到指挥室里的大屏幕上 看到这张报告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凝重的 龙国 所有城市都沦陷了 或者说 整个世界都沦陷了 红云遮星 血雨不停 整个世界都在激变的过程中 除了一小部分地方 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 混乱挣扎无序的状态 能抗得住血雨 而不激变的人有 甚至是很多 能在血雨中 仅依靠血雨中的激变力量 就进化成为超凡战士的人类 更不在少数 庞大的人口基数下 还是有数千万 近义的超凡战士 在海兰星上诞生的 龙国地广人多 超凡战士 估计觉醒个两三千万 都不成问题 但是 人类的数量多 即便怪物的数量更多 龙国的超凡战士 有两三千万 但即便的人类 要有八九亿 即便后的动植物 更是要在这个数字上 不知道翻多少倍 差距实在是太悬殊 尽快赶往沿海城市吧 还有多长时间能到 我们要尽全力建造起来 第一个庇护所 尽可能地庇护下 更多的同胞 保留火种和希望 五分钟 骑程开着12马赫的速度 从龙国的海洋 骑持到了龙国大陆的最南端 天赋词条 属于倍数和能力加成 骑程的超凡等 皆是基础素质 在突破到灵主级之后 拥有着11级神速的骑程 往来穿越整个星球 都只是需要几分钟的事 骑程已经来到了龙国沿岸 凌晨 如果没记错的话 有一只霸主级生物 是从这个城市的 动物园里面出来的 骑程回忆着脑海里的记忆 在这个城市的动物园里 有一只黑猩猩 非常的厉害 最后全城都因它而覆灭 而这个城市 也成为了这位霸主生物的领地 骑程的身影 从天空中落下 直接降落到 全城最高的一座大厦上面 他从上方往下面俯瞰 寻找着对方的身影 即便已经开始了 快有三个小时 对方应该已经即便完成 骑程闭上眼睛 用自己的侦察能力 进行广域的侦察 很轻松地 就将凌晨全城给全部覆盖 不用肉眼去看 只要观测各个目标的能量层级 就能知道对方的实力 稍微做一下领选 只观测领主 及以上的超凡能量来源 很快 骑程就找到了 自己想要的目标 抓到你了 骑程睁开眼睛 在城东的那片方向 有一股极其庞大的能量源 正在肆虐 瞬间 骑程的身影 就在原地消失 现在的城市范围都很大 就是以骑程的速度 都是飞了三秒钟 才来到那黑猩猩的头上 骑程向下方看去 脑海里自然而然地 就了解了对方 积变后的真正名字 狂野心灵主集 积变生物 原本是动物园中的 一只黑猩猩 积变进化而成 此刻站起身来 体型虽然没有虚昆进化后 膨胀得那么夸张 但也足有五六米的高度 力气更是惊人 此刻两手里 竟捧着一栋 三四十米高的高层建筑 把楼梯像棍棒一样的 向四周猛力挥动 力气狂猛 这栋高层楼房整个下来 少说也得有五六万吨的重量 就被这狂野心 像棒子一样的随意挥动 而且看起来还不太费力气 跑动跳跃间 一次还是能奔出去几十米 这狂野心的身上 指定拥有关于力量的天赋词条 动动动 狂野心捧着高楼 一下下地 向附近其他建筑物上敲着 每一次 被他捧着的楼体 都会断上一截 周围的城市建筑 也会被横扫掉一大片 而这个时候 就会有人被从建筑物里 甩出来或杀死 狂野心只要用力一吸 这些人就被吸进他的嘴里 咀嚼几次 然后连着碎骨 直接全部吞咽下去 成为他积蓄的进化能量 一个五六米的大猩猩 活吞人类 并不像吃花生米那样简单 一口就吞下去 狂野心需要咀嚼撕咬 将场面弄得极其残忍和血腥 他的眼里 带着浓浓的兴奋和倡议 这一口 吃到了一个超凡战士 比吃十几个普通人类 不要大补 碰 碰 碰 哦 哦 爽快地让他忍不住 使劲地拍胸 大叫 在废墟的边缘 还能看到有不少的人 从周围的建筑物里跑走 再向更远处的方向逃命 这个怪物的力量 实在是太可怕了 怎么办 他的速度那么快 我们逃不掉了 这是一队五六个人 都好运的 没有产生畸变 结伴在一起逃跑 但他们此刻的内心是绝望的 因为刚才被狂野心咀嚼 吞吃掉的那个超凡战士 就是他们队伍里的守护者 他们抱团取暖的队伍里 很幸运地觉醒了一个超凡者 而且能力还不错 有着他守护 他们才勉强在城市的混乱中 生存下来 没有死亡 但是 现在他们的天塌了 超凡战士 根本打不过那个怪物 他们中的最强者 甚至都没来得及逃跑 就被狂野心击杀 然后化作了食物 那他们怎么办 绝望的气息 在废墟中弥漫 绝望的团队 也不止他们一个 狂野心在这片城区 已经肆虐了很久了 屠戮的人类 和其他几遍生物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他依靠这种掠夺的方式 在快速地提升着 老天爷啊 这是末日吗 有没有人能来救救我们 有的人绝望了 不想再逃跑了 直接停在了原地 然后双膝跪地 跪了下来 向神明就开始祈求 天突然黑了 恐惧者只顾着低头祈求 只当时天上的红云 血雨更重 在绝望中 根本无心再去关注任何东西 但由黑猩猩进化成的狂野心 却一下子抬起了 自己硕大的头颅 灵主节 狂野心在天空之上 感受到了 和自己同一个级别的力量 但是 明明没有感受到 生命层次上的差距 但他还是忍不住 身体站立了起来 明明身上的肌肉 都黑得发亮 坚硬如超级合金一般 顶天立地的一只怪兽 但此刻如同金刚柱子一般的 他的腿竟然在颤抖 根本无法理解的重压 直接降临在他的身上 重力操纵精神 威慑错觉等等 各种辅助性的天赋词条 全部都轻压了下来 狂野心性甚至感觉 但自己有些窒息 那是他身边的空气 已经被齐尘用空气掌控的 天赋词条 给抽空了的感觉 而最让他支撑不住的 是天青下来的那座巨山 狂野心性的认知里 是没有占件这种东西的 50万吨排水量的航空母舰 遮天蔽日地砸了下来 他全身都在发抖 狂野心性下意识地以为 是天空掉了下来 或者是家乡的山脉在倒扣 他全身的肌肉都在发抖 逃 必须得逃 狂野心性嘶吼一声 双拳垂地 双足双脚地跑动起来 身影快成了一道黑色的残影 同时他身上也突然 冒出了一阵黑色的乌光 身上如同白色的火焰燃烧一般 生腾出大量炽热的白色烟气 狂野心性的速度 竟然一下子恢复了很多 好像一下子就不再受到 齐尘的各种辅助 和控制能力的压制 身影像黑旋风一样 就窜了出去 一跃就是好几十米 他被压制的状态恢复 但领主级的狂野心性 却一点都不敢回头 狂野心的智慧在积变种中 都是头一档的存在 他不似积变后的虚昆眼里 只有杀戮 他实力变强后 智慧在积变中也得到了开发 但内心的恐惧也变得更加明淡 天上那个东西 被砸中绝对要死 但他刚跑出去不到百米 前方突然出现一道银丝的门户 狂野心来不及刹车 然后身后突然还出现一股剧力 猛地推了一把 把他推了进去 任一门 银丝的门户消失 而门户在打开的时候 航空母舰的船手 已经贴到了他的头皮 巨大的疯压 能力扛数万吨的狂野心 当即就双腿 一弯跪了下来 巨大的剑身 还没有刮蹭到狂野心的身上 他的头皮和毛发 就被翻卷地吹飞 血肉被疯压直接撕裂 露出乌色的头骨 碰 狂野心的双腿 先爆碎的蛇掉了 紧接着是他的脑袋 脖梗血肉筋骨 几乎是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 狂野心就被碾压成了一团碎末 五十万吨 银色的空间任一门 出现在周围的一个个地方 张开吸纳关闭一瞬间 就频繁地出现了几十上百扇 把一个个正在逃生的普通人传送走 而这个时候 五十万吨中的航空母舰虚影 刚刚触及到地面 哄 巨大的冲击波 卷起无数的烟尘和土浪 天上的血雨被蒸发的同时 又摧毁了无数的建筑物 地动山摇 整个凌晨 包括凌晨周围的几十里地 都摇晃了起来 很轻易地 就造成了一场地震 城市里的畸变生物 无论是在寻找 还是在厮杀着的 甚至是在进食中的 齐齐都是动作一顿 然后立马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整齐划一地 以齐成为中心转身 立马向四周的方向逃去 来自生命层次上的差距 以及力量本能上的恐惧 让它们以兽性的思维 本能地 就向着更远处的方向逃跑 一时之间 不知道多少的积变兽 跑出了已经沦陷了的凌晨 也不知道 多少已经眼见着 就要成为食物 进入积变生物口中的人 因此而突然获救 齐成弄出来的动静太大了 但最终能看到齐成身影的 却一个都没有 只有少数的人 在被传送门 传送到安全的地方之前 勉强看到了 一双银色的神童 齐成铁银色的头发 在暴风中飞舞 双脚紧随着航空母舰 虚影落在地上 感觉到有点可惜 下回对待领主级的积变生物 不能再用这么暴力的招式 生搬硬砸了 要温柔一点 齐成俯下身子 用手掌 在地上 已经被碾压细腻到极致的粉尘中 轻轻一钻一擦 灰尘在空中漫扬 然后又被血雨迅速打湿 能看到其中有闪闪的黑亮色 在自己散发着光芒 领主级的腰单啊 浪费 暴舔天物 比领主级积变生物本身 还要坚硬得多的腰单 竟然也扛不住 再 齐成还有一点办法 吞噬技能的漩涡出现 尽可能地过滤 吸收其中的腰单粉末 足足旋转吞噬了五分钟 齐成才算是停了下来 可惜 腰单在暴碎中 力量就已经散尽了多半 一整颗领主级的破碎腰单 最后 也只给齐成的境界 稍稍向着霸主级推进了一点 航空母舰蓄影的重量 也只是增加了一万多吨 纸面数据增长得不大 但这种程度 已经足够齐成 将狂野心的天赋词条 给吞噬提取出来了 吞噬狂野心性天赋词条 成功获得天赋词条粉碎 LV-7霸体 LV-7金刚 LV-8狂雷金刚钻 LV-8 还得是打BSS 拥有的天赋词条的质量和数量 就是高 将狂野心性的天赋词条 都吞噬吸收完毕 齐成都忍不住赞叹一句 和神力钢铁之躯 相同近似类似的那些词条 就不多说了 它们都已经被齐成 同志性的天赋词条 给吸收和整合 成为了词条升级的经验 光说新出现的这几个 都是响当当的稀有天赋 暴率真的高 粉碎能力如其名 能为齐成的攻击 增添粉碎的特性 无论是粉碎敌人的武器 还是骨骼 都很是强烈 妥妥的上级稀有天赋了 金刚没得说 百分比的力量气血 和防御属性的提升 超级大buff 狂雷金刚钻 狂野心性的双手食指和中指 是它全身力量最强 最坚硬 最有韧性的地方 当它合握手掌 用此处发动攻击 就是它最强大的必杀技 如果附加上螺旋禁力 还会携带破甲和穿透特性 此天赋的用法技巧 被狂野心性自己称之为 狂雷金刚钻 霸体 霸体更不用说 超高的天赋优先级判定 狂野心性 被齐成那么多种能力控制压制 都能在瞬间恢复行动能力 恢复自身战斗力 就是霸体技能的功劳 一连获得好几个特别的新天赋 都很有用 尤其是霸体 更是神技 另外 齐成在吸收吞噬 狂野心性的天赋词条的时候 自身也没闲着 在它背后 一直持续不断地 输出着各种型号的导弹 一枚枚导弹 像天女散花似的 飞向凌晨的各处地方 侦测雷达锁定 每一枚导弹 都可以几乎无误差地命中目标 轰 轰 轰 不算特别大的凌晨建筑物 大片大片地倒塌 但被齐成威慑 巨堆吓走的畸变生物 也跟着成群结队被移品 被消灭成飞灰 这个时候 就不考虑凌晨的建筑物完好性了 大批量的畸变体被消灭掉 同时 地面上也亮晶晶地 遗留了一地的腰单和畸变材料 这些东西 齐成并没有收取 而是就直接遗留了下来 这些绝大多数 都是一阶的腰单 可能十万枚 百万枚加起来 都不如虚昆的一颗腰单里面 蕴含的净化能量多 齐成现在 想要突破到霸主级 这种低等级的腰单 他已经有些看不上了 而且太难收集 但是这些腰单和畸变材料 如果被凌晨中的幸存者获得 却可以成为刺激他们 超凡觉醒的影子和火种 齐成的事情也很多 狂野猩猩 一个霸主级潜力的畸变兽 并不配作为齐成的真正目标 凌晨也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地 他的目的 也不是自己一个人 清理完所有的畸变怪物 他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畸变生物都清理干净 齐成是可以覆灭掉这座城市 但也会无可避免的同时 消灭掉城市里的所有幸存者 他的高杀伤性武器 没办法随便使用 只能轰击一些 已经完全没有幸存者 全是畸变生物的地点 至于最后剩下的 齐成在飞走的时候 航母虚影的船舱上 飞出来了数千架 携带炸弹的无人机 不再看下面 被一次次定点爆破的畸变怪物海 他能做到的 就只有这么多了 他一个人消灭了城市里最强悍 最大的领主级BSS 狂野猩猩 他用各种型号的大威力导弹 消灭了城市中 20%以上的畸变生物 数千架自爆无人机 分别飞去了近万个幸存者藏身处 去爆破为他们 开辟出一条逃生的路 为他们创造一次逃命的机会 齐成做到如此 已经人之意尽了 并且还把所有的腰单都留了下来 给他们留下了 晋升超凡和提升力量的火种 只要他们有胆气 去和畸变生物去抢夺 就有活下去变强的机会 解救幸存者 虽然是他的责任 他龙国海军出身的身份 让他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但是 有的问题就如同电车难题 齐成可以作为凌成的守护神 但是他又不能 只作凌成的守护神 他只能丢给凌成幸存者 一把自救用的刀 然后赶紧去更关键的地方 长城 长城 龙国的国之重器 集结了数千年国运的地方 可以抵挡得住血雨 和畸变力量的侵袭 其中每一段 每一节的长城城墙 其实都能作为庇护所的核心 而这样的长城 龙国有211万9618千米长 齐成估计 可能全世界都没有 更能抵得过长城的东西了 但是 很可惜 在上一条命的时候 长城被毁了 龙国并未能守住长城 因为长城很长 但是长城所在的地方 大多却很险峻偏远 除了一些热门的关口 几乎没有太多的人际存在 也没有太多的驻军 即便是有驻军的地方 大多数还有组织力 恢复了组织力的驻军 也会以人为本 优先去支援 营救人口众多的地方 去营救更多的幸存者 以人为本 就忽视了这些古迹的存在 然后 在等到幸存的人类 研究出古迹和国运的作用的时候 就已经晚了 两万多公里的长城 不是已经被强大的 畸变生物霸占 就是已经毁了 龙国整整丧失了 两万多公里长的 庇护所核心 哪怕后面再重新攻打 争夺 抢回来的 也没有再超过千里 因为 这些失落的长城 这种寄托国运的遗迹宝物 对畸变生物 也很有吸引力 对他们的进化 好像也很有好处 两万多公里的长城 竟然诞生了上千只领主及生物 近百霸主 以及十三卫王 十三卫王 要知道 一整个海澜心上 在那个时候 也没有诞生超过一百卫王 而整个两万多公里的长城上 却诞生了整整十三卫 这更说明了 万里长城的重要性 更是让后来的 龙国幸存的庇护所联盟 后悔不已 十三卫王 近百霸主 上千里主及 畸变生物 根本就没有可能 再将万里长城夺取回来 而且 人们还猜测 海澜心上第一位 超越王者级的畸变生物 很大概率 也会是从万里长城的 十三卫王中最先出现 长城恐怕要永久地陷落了 但是 这一次 还有机会 即便在长城周围 畸变的生物 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畸变才刚刚开始 后世所有有名的畸变怪物 现在都可以默认的 比以后最巅峰的状态 要低一级 十三卫王者 现在大概率 就是十三卫霸主 近百霸主 大概率 现在都是灵主级的生物 至于那上千数量的灵主级 畸变生物 现在还都是垃圾 目前还是随手可灭的东西 并没有超过齐城的能力范围 可杀 齐城目光坚定 眼神锐利 万里长城 这是必须要抢夺下来的地方 长城千里 便可活人百万 是颇天的功德 而且 那长城十三王 上百霸主 手上未来 又要沾染多少鲜血 现在扼杀掉他们 非常的重要 长城 万里长城 齐城一路向北 还未到达近处 身上的力量都陡然一降 被大量的国运所压制 这一路上 齐城也匆匆路过了两座皇陵 以及一座古都 但和那些古迹都不同的是 长城之上寄托着的庞大国运 并非是那种纯正恢红的金色 一旦到达领主级以上的超凡 超凡视角里 是能看见这些神奇的力量的 就像统一号航空母舰 它身上就有着一条 威风凛凛的国运金龙 在腾飞缠绕 这也是领主级的 机变须昆毅上来 就将第一攻击目标 放在了统一号航母编队的原因 并非是统一号航母编 对在它头顶上驶过 触犯了它 而是因为 统一号航空母舰 本身就对领主级以上的 机变怪物 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霸占驻国运 与国运半生 机变怪物 可以更加迅速地进化 但长城的气韵之龙 却不是这样的 它一整个都是红白两色 充满了肃杀的气息 国运的载铁 对这些机变怪物 有着绝对的吸引力 这些偏僻的地方 虽然人际稀少 但是野生的动物的数量 却愈发得多 机变成的怪物 反而不比人口密集的 大城市要少 机变文银老鼠 蚂蚁鬼脸的古树 墨盘大小的蜜蜂 更别提 还有凶悍的豺狼和老鹰等等 全部在身体本能的吸引下 前扑后继地 向这一段长城的关口处冲去 但还没等它们冲进去多远 刚刚进去国运覆盖的领域 胸利的国运神龙 轻轻一个甩尾 便荡出来了一道血红色的波纹转眼间 除了少数的一些 拥有飞行能力的机变生物 其余的 凡是低于一阶的机变怪物 全部都被拦腰截断 好 然后 又是一生龙银 一圈白色的震荡波幅压下 自上而下的青盖下来 瞬间又把大量的机变生物 给全部碾碎 大量的一阶机变怪物 还未能冲进长城庇护领域的一百米 就被这与众不同的气韵 给绞杀了个干净 是带有杀伤性的 和齐城之前 见过的所有的都不一样 一阶的机变生物 根本无法侵入 只有少数精英级机变怪物 和二阶精英级以上的机变生物 才能抵挡得住这种伤害 冲进长城的庇护领域之内 好强的庇护防御能力 齐城站在天空 观察了一小会儿 怪不得后世时 龙国拼了命的 也想要将长城给夺回来呢 这种庇护能力 可比一般的庇护所的庇护 强太多了 除了让被庇护的人类 不受血云血雨的影响 然后还能防止 任何处在一阶的 机变生物入侵 太厉害了 防御住大量的一阶 机变怪物 就等于防御住了 九成以上的怪物入侵 然后再布置几名 实力高强的 超凡战士守护者 长城 就会是人类 最为坚固的庇护所 但很可惜 那个时候 霸占了长城各个关口 长城段落的 机变怪物们 也都成长起来了 龙国后续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也仅只是抢夺 回来了不到 一千公里的一段长城 连整个长城长度的 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后续就因为 长城十三位 王者级的 机变生物的联合制止 而不得不暂停下来 长城 在古代 那就是龙国的门户 却被一些兽类给霸占 这是何等的屈辱 快 快 快 把车再开快点 后面的都跟上 谁都不许掉队 机枪架好 前面一旦出现 机变怪物 直接开火 车队直接冲过去 不要停 不要被这些怪物给拦住 进化后的超凡战士 随时准备支援 山区里 一片一直被龙国 隐藏着的军区营里 早就已经摆平了 内部的积变之乱 在几个小时之内 恢复了全部的组织能力 军区损失非常惨重 但是军区的司令 根本来不及 却伤心和悲愤 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里接近附近的 一个大型城市 里面有数百万的人口 他们必须前去支援 但是就在这时 刺耳的警报 和红色的警报灯 却突然在他的指挥车里 突然响起 怎么回事 报告 司令 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司令员的耳机里 就传来了雷达车那边的 快速回复 我们的雷达车监测到 在西北方向 突然有大量的飞行信号出现 速度非常的快 是导弹 而且 是数量很多 怎么可能 司令员拍着桌子 瞪大着眼睛 喊道在附近几百里内 不就只有我们一个 秘密军区吗 哪里还有能发射导弹的地方 快 看看那些导弹的落点在哪里 司令员拍着桌子 这种事情 不在他预料内的情况 让他的感觉很不好 同时 他也在脑子里疯狂地想 这附近 还有什么隐藏的友军军区吗 没有了呀 能发射大量的导弹 那必然也会有大量的导弹 发射进 这种规模的军事设施 布置在他部防的附近 他不可能收不到消息 奇怪 司令员这边在想着 那边的雷达监控 其实也发出了 同样的疑惑奇怪 那些导弹信号 都是从导马关附近一起发射出来的 但是他们的落点 也基本上全部都在导马关附近 在一个地点发射 然后再几乎在原地爆炸 他们搞不太明白了 半空中 骑尘将航母虚影收了起来 大量的导弹 将长城庇护范围之外的 机变生物 清理出来很大一劲 然后 骑尘便冲进了 导马关长城的范围之内 那红色的国运之力 微微一震 就好像识别了 骑尘龙国人的身份似的 并没有阻拦 但骑尘并不是第一个 冲进长城导马关里的生物 能看到在长城高耸的城墙下面 依旧有着大量的 机变生物在底下潜伏 这些都是在短时间内 进化为二阶精英级 机变生物的怪物 但他们一个 都不敢再往上面去了 因为 在导马关最上方 在城墙之上 此刻早已经有了 更强大的存在 在上面盘踞 班山地龙林主 及机变生物 来自生命层次的压制 让他们只敢在 城池之下活动 根本不敢再向上愉悦半步 地龙 其实就是机变的大蜥蜴 在机变的过程中 幸运地觉醒了一丝龙类血脉 龙种得天独厚的血脉力量 让它一下子就变得不俗了起来 岂不就是精英级的 二阶机变体 并且迅速地就突破到了 三阶灵主级 成为了一只地龙种 班山地龙 并且成功地 就霸占了长城城墙中的一段 成为了导马关上 最强的机变生物 样貌丑陋 整个身体 爬在导马关的长城墙上 一身鳞片绿了巴基灰了巴基 妈妈赖赖的 难看至极 一整个身子从头到尾 看起来能有二十多米 快三十米长 身体臃肿肥胖 趴在城墙上 比城墙的墙面都宽 仰着一个不算太大的头 一双绿油油的小眼睛 冒着幽光 紧盯着这天上的红白 两色的气韵神龙 不时地就张开嘴 伸出舌头 竟然有七八米长 很难想象 他的嘴巴里 是如何装得下这样一根舌头的 但他每一次伸出舌头 都能刺入关爱上方的 那条气韵神龙的身体之中 让红白两色的肃杀神龙 每次都目吼连连 身体翻滚 发出阵阵咆哮 舌头一卷 便撕扯下来 一缕国运之力 被班山地龙吞噬 被他绞入口中 班山地龙不大的眼珠子里 全都是兴奋 即便生物 喜欢待在国运气息浓厚的地方 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每撕下一缕长城中 散发出来的国运力量 炼化吞噬了之后 他体内的龙脉力量 都会壮大一丝 然后在他的脖梗处 都会有一枚细细的鳞片 向着精灵的方向转变 细细数下去 在班山地龙的脖梗处 已经有大概四五个巴掌大 十几片鳞片 转化成为了金色的龙鳞 他吞吃消化 红龙气韵的速度并不快 但吞吃了十几缕下来 已经让他的血脉强盛了一筹 即便等级 也从领主初期 轻松地就进化 成为了领主中期 这样龙退下去 这只班山地龙迟早能进化到霸主级 甚至 如果龙化得顺利 未来成为真龙种 拥有王者级以上潜力 也未必不可能 班山地龙将舌头收回 就要把他心绞下来的 这一缕国运气息 吞入腹中 班山地龙迷 醉于这种力量 和血脉沸腾提升的快感 并没有注意到 有一只手掌 已经来到他的头顶 轻轻一钻 齐臣便扯住了班山地龙的舌头 让班山地龙撕 得就痛苦地锐叫了一声 哥谁被扯住了舌头 使劲提溜 也得疼得要命 但还没等班山地龙反应过味来 齐臣就已经在做 扔千球的旋转动作了 眼前一花 班山地龙 感觉整个天地都在倾倒旋转 几乎是一两秒钟的时间之内 齐臣运用了一个 叫做龙卷风的天赋词条 就扯着班山地龙的舌头 在原地转出来了几百圈 班山地龙 头晕目眩地想吐 舌头更是剧烈地疼痛 恨不得现在就直接断了就好 原本已经被收回了百分之八九十的舌头 在这种抱悬中 又重新被甩扯出来了八九米长 甚至绷得紧紧的 又比原来还要更长的趋势 至于被班山地龙撕扯下来的那缕国运气息 早就散了 又重新飞回了红白气韵巨龙的身体里 齐臣大手一丢 班山地龙的身体 就像会心一样被甩飞了出去 他娘的 这可都是龙国的国运 天知道被这些畸变生物吸收了之后 会不会损失些什么 干他压的 齐臣脑子里现在就这一个想法 伸手一扔 将班山地龙的身体扔了出去 狠狠地撞向 并且撞碎了一座大山 狠狠地撞破了一座山头 将班山巨龙扔远 远离了长城城墙 齐臣从长城上方跳下来 在顺脚踩死了几只二阶精英级的畸变怪物之后 齐臣才再次把航母巨舰的影子重新召唤出来 航母巨舰的块头太大 齐臣战斗起来破坏力也太高 很容易就将长城的城墙给破坏 将班山巨龙扔远 才毫无所顾忌地击杀他 依旧是一手朴实无华的天爱振兴 骑手就将超级航母 像是丢陨石一样丢出去 而这时候 班山地龙才刚刚请起他 刚刚砸断的山头 他的天赋班山 可以搬起比他力量大数倍的地脉 无论是用远超自身力量的地脉 进行防御和攻击 都拥有无与伦比的威力 单论站在地脉上的力量 班山地龙 甚至要比狂野猩猩和虚昆都强得多 龙内血脉带给了他更加强大 超过自身等级的种族值 拥有更加强大的身体素质 对地脉天赋的掌控 又让他更能举起 数倍自身力量的地脉进行战斗 班山地龙 能打退其他数位领主级 即变生物 霸占着这一段 在整个两万多公里长城中 都算不错的优秀成段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别看他只是领主级中期 但是实力却已经是 整个领主级戒备中的佼佼者 但当骑成的航母巨舰 狠狠地撞上他刚搬起来的巨大地脉 坚实的地脉 也承受不住这么大的爆发力量 尤其是粉碎LV7级的力量 来自狂野猩猩的高级 稀有天赋 瞬间就让巨舰船前的地脉 变得脆弱 僵持了不到两秒 只听垮擦一声 不算多想 但能清晰地看到 航母巨舰 直接向下陷了进去 被班山地龙举起的这座地脉山头 当即就自中间粉碎 出现了裂痕 一左一右地向外分成了两截 然后 就是瞬间地垮塌 被驾车重力操纵磁条 原本51万吨重的航母巨舰的重量 不考虑任何速度 加持冲撞威力的情况下 也能翻个几倍 几乎是没有任何阻拦的 航母巨舰就砸在了班山地龙的身上 和砸碎砸断地脉的动静并无二致 比之前稍微小一些的垮擦声音 倔强的班山地龙 也被航母巨舰的给蓝腰轻松压断 一分为二 骑尘探守一招 一道精巧银色的任意门出现 勉强在班山地龙的腰单 被航母巨舰砸碎之前 将它招回了手里 但骑尘并没有着急查看自己的战利品 而是把自己的目光 看向天空的远端 一只金色的亮点 正在迅速地远离 哼 都来了 就留下来吧 那金色的光点 消失的速度很快 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天际 美鸟也有数马赫的飞行速度 很快 但多重侦察天赋词条傍身 骑尘还是看清了来者的样貌 青鹏 青鹏领主集 畸变生物 原本为一只普通的飞鸟 在畸变降临时 正好身在高空云层中 一头撞进了血云当中 沐浴了大量的血雨 发生强大的畸变进化 竟然诞生了一丝棚鸟血脉 成为青鹏鸟兽 青鹏 领主集畸变怪物 它是来找班山地龙的麻烦的 以铜剑且拥有龙类血脉的 畸变生物作为目标 青鹏自然也有着不俗的实力 鹏鸟血脉 并不会比龙肿血脉差上多少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双翼一阵十八万里 当然 这是龙国神话里 对神话生物金翅大鹏的描述 青鹏虽然现在不可能那么厉害 但是急速也是它最擅长的属性 青鹏是善于介石锋利的鹏类 虽然血脉稀薄 实力只有零主集 但双翼一阵也能轻松飞出 接近十马赫的急速 这几乎已经是人类科技 超音速战机的三倍 是人类除了少部分兵器 都无法触及到的急速 它是想来和班山地龙争地盘的 它有急速 班山地龙力量防御占优 各有优势 结果 还没到地方 就看到班山地龙 被骑尘一分为二给碾碎的状况 没有任何犹豫的 青鹏直接扭头就跑 比来时的速度更快 即便生物到了 一定实力 都是有智慧的 这个时候称它们为畸变怪物 已经不太合适 后世的人们都管它们叫妖 青鹏不傻 领主及生物的智慧 已经不低 趋利避害 齐臣显然是能够威胁到它 非常致命的存在 拥有这样力量的妖族 它也只是见过几个而已 不可敌 青鹏的头颅 微微向后一片 几乎可是180度的鹏眼 就看到一只模样怪异的钢铁大鸟 从后面追了过来 速度比它还快 还要快上三分之一 青鹏一生利明 身上的青芒更胜 狂猛的风被它操控着 托举着它的双翅 推着它飞得更高更快 一时间 它的速度 都已经突破了10马赫以上 来到了11马赫 但就这样 它还是甩不脱骑尘 骑尘和它之间的距离 始终都在接近着 在后面 这一次骑尘背后的虚影 终于不是庞大的航空母舰了 这次换成了 尖星40A超音速战斗机 在青鹏眼里 巨大的机械铁鸟尾随其后 每一秒都能追上 它四五百米 骑尘在这个状态下 现在足足有着 125马赫的基础飞行速度 原本兼星40A 只有34马赫的飞行速度的 但骑尘的超凡等级提升 让它也有了 跟随着骑尘一起进化的可能 这家伙飞得还挺快 骑尘想了想 直接利用自己身上的重力 控制磁条 减轻了一些自身的重力 它的速度 瞬间就又提上了一截 然后又操纵着空气 用空气掌控天赋 尽可能地排空 自己前方的空气障碍 减少阻力 再然后风雨者天赋发动 口中轻轻吟唱 让风力帮助自己助推 骑尘的速度 又又又提上了一截 再再再 然后 轻鹏就看到 明明他已经将自己的速度 完全提起来了 但骑尘就在自己的后面 速度一会提升一下 一会提升一截 一会又提升了一下 一会再提升了一截 一连五六七八次下来 轻鹏发现 他和骑尘之间的速度 差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被拉得更大了 速度差 几乎是最开始的两倍 骑尘的速度 已经叼到了16马赫以上 原本每秒 只用被追上1000米的 现在 他提速了之后 反而要被追上2000米了 若不是他逃跑的时候 距离足够远 现在都应该 已经被追上了 哦吼 还有两个 追轻鹏的路上 他们两个一追一逃 在十几秒钟内 就飞出了几十公里 然后骑尘就注意到 在远处 竟然还有两只 零主机的畸变怪物 一左一右 连接着 也都是往倒马关所在的方向来 有意思 他们也是来找 班山地龙的麻烦的吗 这两只怪物 一直是灰色的影狼 一直是头体型 巨大的无象蟒猪 他们两个 看见了天上的青鹏 全都发出了激烈的吼叫 好像是在质问 青鹏在干什么 干什么去 他们两个是受到青鹏邀请 跟着他一起去攻打 班山地龙 共同抢夺 倒马关这段长城的 他们商量好了 他们三个联手 争取抢夺下来 三段特别好的长城关口 然后 他们三个一人一段 到时候最优秀的 到马关给青鹏占领 但青鹏也必须得出主力 每次都先进行攻击 先出手 先将敌人纠缠住 然后他们两个 在随后而至 进行合围 可这青鹏 怎么就跑了呢 他们两个大声地 吼叫质问 但青鹏就像一道 青色的细线在天空 在他们头顶划过 根本没有心情 看他们一眼 再然后 又是一道银色的细线 齐晨也从他们两个的 头顶上跃了过去 这个时候 他们才恍然大悟 青鹏竟然是在 被别人追袭 比青鹏的速度更快 能让青鹏 一点不反抗地落荒而逃 是什么实力 霸主吉妈 滴滴的售后 他们两个也不敢 太大声了 用兽语交流着 但齐晨从他们 头顶上飞过 并不是放过他们了 齐晨手掌向下 一左一右 巨大的航空母舰 和一只体型 也毫不逊色的灰白虚昆 冒着幽蓝色光芒 一起向下方坠去 他可从来没说过 自己一次 只能召唤出来 一样事物的虚影 原本已经结合在一起的 航空母舰 尖星40A战机 还有虚昆等等 又都被齐晨重新拆分开 而且 航母虚影的舰手上 还蹲坐着一只大猩猩 虚昆的头顶上 趴着一只小斑的身子 都已经是金色灵甲的地龙 几乎是很随意的 就将这几样 召唤出来的东西丢下去 齐晨都没再看青鹏 就感受到 在一声轰鸣之后 这两只领主及妖族的气息 直接消失了 死了 和青鹏 班山地龙 狂野猩猩虚昆 这四只血脉相对特殊 或者智慧更高的领主 及妖兽相比 隐狼和无相蟒山猪 还是平庸了一点 他们两个只是 普通的领主及生物 在齐晨的记忆里 没有太多的印象 好像并没有听说过 大概率不是死了 就是到齐晨上 一条命牺牲之前 他们两个都没有再 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泯然在了大量的 统领及生物里 不像虚昆 班山地龙 狂野猩猩倾棚这四只 除了班山地龙 在后世无名 可能是在 机变前期意外死掉了之外 剩下的另外三只 都实打实地 成为了有名的 霸主及生物 称霸一地 相对应的 他们两个的实力 也平庸了一些 50万吨的航母巨舰 粉碎班山地龙 这样的机变生物 都在两三秒之间 更何况是领主及中 力量最普通的 隐狼和无相蟒山猪呢 几乎是下落下去的顷刻 他俩就化成了碎片 哪怕隐狼的天赋能力 其实还不错 拥有着分身的能力 一次分身 几头几乎一模一样的 隐狼围攻上去 在战斗中 也很有优势 但面对这种 暴力碾压的局面 一个脆皮 和四五个脆皮 并没有任何区别啊 隐狼奋出优秀的分身 竭力抵挡 还不如旁边 皮操肉厚的 无相蟒山猪炕的酒呢 可 任何挣扎都是无用的 他们两个没到两秒 就被纷纷碾碎 被召唤出来的 狂野猩猩 和班山地龙虚影 一个伸手一捞 一个舌头一卷 就将他们的腰单 给握在了手里 几个半十只的幻象 完成了任务之后溃散 然后又重新变成了 数架崭新的 尖星40A战机 带着战利品 向齐晨和清鹏的方向追去 而这个时候 齐晨的身影 已经凌驾于 这只清鹏的头上了 清鹏还想要通过 快速改变方向 将齐晨甩开 但齐晨只是向下重重一踏 便踩在了他的身上 这一脚很重 让清鹏哀鸣一声的同时 足足又让清鹏 下落了数千米 才将将停下 他的血脉稀薄 只继承到了 棚类血脉的急速特点 并未能继承到 大鹏鸟的体魄 齐晨这一脚 差点没直接把他的臂膀 直接给踩折了 即便是几下之后 稳住了身影 也是身子两侧一高一低 轨迹忽左忽右 忽上忽下的 有些凌乱 他的翅膀 肯定是鼓裂了不少地方 每一次挥动都疼 而且 齐晨压在他的右侧翅膀上 让清鹏很难再向上挥动 清鹏愤怒地立民 身体突然快速地旋转起来 像是一个横向的洗衣机滚筒 那样旋转 他无法容忍 别人像是乘坐坐骑一样的 站在他的背上 本能的抗拒 让他一时之间 都忘了对齐晨的惧怕 青色的旋风 跟随着清鹏一起刮动 但齐晨的手 在清鹏的脖梗上一抓 身上燃亮起黑色的乌光 霸体LV7 除了黑色的气焰之外 还有白色的气场 在齐晨的身上缠绕 黑白两色的气流 把作用在齐晨身上的力量 无论是卷起的风洞 还是各个方向的裂 全部都在齐晨的身上 失去了效果 齐晨就像站在了清鹏的身上 反倒是清鹏在这场较量中 清理发金的铁语 被齐晨扯得疼 清鹏也无法长时间地 维持这种高速旋转 齐晨倒是站着地 一直稳稳当当 直到清鹏停下 齐晨的身形 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晃荡 这个时候 齐晨稍微感知了一下四周 觉得动静 已经闹得差不多了 齐晨伸手慢慢地 浮向清鹏的翅膀 就像是阎王诉说着 他的命述一样 但摸得倒好了 你的作用已经结束 把腰单交出来 你就可以去死了 说吧 齐晨手上用力一撕 血雨纷飞 已经分不清 这是从血云上 降落下来的积便雨水 还是清鹏断翅中 流下来的血水了 齐晨一个正好 一你八的普通人类 撕下来单吃一盏 绝对不会少于 自身十倍长的彭翼 这个视觉冲击的效果 相当地暴力 可惜 并没有太多的观众就是 与之半明的 只有清鹏的惨叫 气血提鸣 大半个翅膀 先坠落入深山 彭与风锐 如同割麦子一样地 刮倒了一片山树 清鹏本身 则是单吃十分困难地 坚持了一会儿 有青涩的气流 在失去的半只翅膀处流动 清鹏是想 先用风属性的能量 先临时模拟 打建出来一个新的翅膀 但这个时候 齐晨已经能从他撕开的伤口 直接看到清鹏的内腹了 在他的胸腔处 能看到中部有一颗青黑色 表面上还坠着点点金色流光的腰单 齐晨伸手轻轻一抓 清鹏刚凝聚出来的风属性能量 就像气泡一样被抓破 顺手一捞 清鹏根本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清鹏腰单就这样 被齐晨直接活体取出 清鹏凄厉的一声惨叫 身上的力量就开始像水泻一般的开始流逝 生命之火也摇摇欲坠 没了腰单 对于畸变生物来说 比没了心脏还要严重 几乎是可以倒数的321 清鹏眼中的神色迅速暗淡 然后直至全部消失丹翅的清鹏 一头栽下 狠狠地一撞向一座山头 轰隆 齐晨在清鹏撞山的前一秒 脱离了他的身体 一跃跳上了刚刚从后面追回来的战机 几架战机一顿组合 几秒钟之后 又变回了可以飞在天上的生物航母 齐晨双手接过班山地龙和狂野猩猩 攻进地过来的两颗腰单 这领主机的腰单 在他手里已经又有好几颗了 可以吞噬一波 不过在这之前 齐晨心意移动 核动力天赋磁条发动 几乎是无限的能源 补给进航母巨舰的船体 塑造着一枚枚将要发射的超音速导弹 50多万吨重的体型 愈加宽广的甲板 意味着齐晨 可以一同发射更多的导弹单元了 一轮百发骑射 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一轮数百枚 才是齐晨现在的火力配置 接连几轮 上千枚导弹 从航母巨舰的甲板上升起 整个万里长城 在最强盛的时期 会有上千数量的领主级击变生物 现在即便是初期 一两百的领主级击变妖族 还是有的 一支支地杀过去 效率太低 齐晨和轻鹏刚才的追逐和战斗 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目的 他追赶着轻鹏肆无忌惮地在天上飞过 身上的威势气息和战斗的波动都不曾掩饰 再加上消灭的影王和无相蟒山珠 齐晨已经将动静闹得足够大 吸引了无数的生物的注意力 起码 附近一两百公里范围内的领主及以上的生物 都能感知到 齐晨故意扩大泄露出来的气息波动 爱看热闹 是智慧生物的本能 当他们进化出相当程度的智慧之后 这些即便妖兽也不能免俗 他们难免地也染上了爱看热闹的毒 在齐晨的感知中 附近这几百公里的长城段落中 除了少数的几个 剩下的绝大部分领主及即便妖兽 都临时离开了他们霸占的城关 一个一个地不是在往这边靠近 就是找一个比较高耸的山头 向这边眺望感知 虽然不知道哪打起来了 但都在挑一个吃瓜的好位置 顺便看看自己能不能占点便宜 除了一磅长城上的国运之力 击杀吞噬吞噬其他即便生物的腰单血肉 也是快速进化的一种方式 就像狂野猩猩 它就是依靠着杀戮进化的 都出来了吧 出来了就好收拾你们了 上千枚各式各样的导弹 中原短程的导弹层出不穷 母舰虚影并非真正的科技造物 只要核动力的能源顶住 这各种功能的炮弹 在超凡力量的攻击下 要多少有多少 这些离开了长城附近的 领主及即便生物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 最能让齐晨投鼠机器的庇护 等每一支都分润到的几十上百枚 各种超凡导弹 飙着超高音速都炸落到他们的面前 他们才发现他们看的热闹 其实自己也是这热闹中的一部分 平均每支即便妖族分 到百枚超高音速导弹 连虚昆那种体型的庞然大物 都没有办法 在这种覆盖宝盒式的爆炸中生存 更何况 他们这些大多数优势能力 都并非点在血条和防御上的家伙 其中不乏 还有两支血脉相对特殊的怪物 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其成对这些领主级的生物 本来就是碾压性的实力 血脉珍贵 但只有一缕残脉 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死亡 十几只领主及即便妖族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陨落 除了其中的一支 本体是一只穿山甲的即便领主 迅速将自己藏进了大地里 往深处猛钻 外加防御天赋勉强挡住 但也是奄奄一息 几乎没有了任何行动能力 其成的身后 再次飞出了大量的无人计 去帮助他去寻找自己 掉落的腰单 其成本人则是直接出现在了 那只便衣穿山甲的面前 你的胆子倒是很大 其成一脚踏破穿山甲 已经被爆炸灼烧冲击的 酥脆的背甲 轻轻地碾压了几下 就随意地将这只 已经重伤了的穿山甲给踩死 这只便衣穿山甲胆子不小 仗着自己有钻地穿山智能 竟然直接跑到了 其成的十公里以内 来近距离吃瓜 将他的腰单扣出 此刻其成手里 已经吞噬了不少腰单了 远处的那十几颗星猎杀的腰单 还在远处 无人机编队还没送回来 其成现在手里 只有班山地龙青棚引狼 无象蟒山珠 以及这只便衣穿山甲的腰单 其成先拿起班山地龙的腰单 或许应该称之为伪龙珠 更为准确一些 手里的吞噬漩涡出现 领主机的腰单个头虽大 但没再出现 像须鲲那样一个 墨盘那样大小的腰单了 因而脑袋大小的腰单 被黑色的漩涡吞噬进去 其成身上的力量又在上涨 隐隐的 其成铁银色的头发中 在两个鹅角处 竟然长出了两缕金发 蜿蜒扭曲 向雷电纹路垂下 又像是两只金色的龙角 隐隐有龙鸣声 在其成的身上环绕 吞噬班山地龙 成功获得新的天赋词条 班山之力 LV七大帝之力 LV八龙之血脉 LV三地龙亚龙种 LV五 从班山地龙的天赋词条中 就可以看出来 它身上的绝大部分力量 一半来自于自己的班山 也就是利用地脉之力的天赋 另外一半 则全部都来自于龙之血脉的加持 龙族的血脉 在班山地龙的身上 只有三级 三级的龙之血脉 也只是将它进化成了一个LV 五的亚龙种 班山地龙身上的龙族血脉 很是稀薄 同时也说明了 龙族血脉的强大 天赋词条 只是这么低的一个级别 就能让班山地龙 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也不知道真正的神龙 真正的纯血龙族 会有多么的强大 当龙之血脉的天赋词条 出现在自己的身上 骑尘感受了一番自己的提升 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游戏 类比一下 那就是 它的血防力敏致 包括更多的暴击率 穿透冷却缩减 幸运魅力等等等等 所有属性都有所提升了 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提升 而且 是从根源上的 并不是那种短暂的 buff位的加持 好强 骑尘握拳感受了一下 自己的力量 不禁感叹 怪不得在后来 有那么几只王者级 和霸主级的龙类 即便妖兽的实力那么强呢 几乎是王者中的王者 这种层次的提升 这样 就可以解释得清了 骑尘将 班山地龙的天赋词条 全部吸收 准备再继续吸收 第二颗腰单了 但当他把亲朋的腰单 准备拿上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变化 还未停止 他心得的那两个天赋词条 龙之血脉 地龙亚龙种的天赋词条 和自己原本有的 一个天赋词条 呼应了起来 大国重器 他们三的词条 都在骑尘的天赋树上 闪烁着浓郁的金光 在骑尘的自我感知里 大国重器的词条 好像就成为了 龙之血脉 地龙亚龙种 两个词条的根源 血脉这种东西 如果不发生 其他特殊进化的情况 是天生的 根本不可能再出现 增多或者减少的情况 骑尘也不是天生的龙种 是人类 即使获得了龙之血脉 那也是一次性的提升 是无根之水 但现在 好像有所不同 他的大国重器天赋词条 好像和这两个 关于龙族血脉的词条 呼应上了 气运 国运 是了 班山地龙 就是依靠吞噬吸收 长城上面的国运力量 而增连自己龙之血脉的 国运能让血脉更加浓厚 在骑尘的感知里 大国重器的词条 就像是一颗心脏 牢牢地连接 住了班山地龙的两个 关于血脉种族的 龙之血脉和地龙亚龙肿 不再是不可提升的 无根之源 它就像心脏一样 一下一下地蹦跃着 再往两个词条中 蹦送力量 或者说是 蹦送国运之力 大国重器词条成为核心 龙之血脉 和地龙亚龙肿的变化 就更大了 骑尘就看着这两个词条 不断地盛放着光芒 呸呸呦 词条等级 不停地在向上跳动 龙之血脉 LV3 LV4 LV51 路上涨 词条上面的光芒 也是越来越华丽 隐隐地都出现了龙纹缠绕 并且越来越深 直到词条的模样 已经成为了一条真正的神龙 在天赋树的树冠上飞舞 龙之血脉的提升才停下来 龙之血脉的天赋等级 也直接达到了惊人的龙之血脉 LV10 而另外一个天赋词条 也直接从地龙亚龙肿 LV5 进化成了护国金龙真龙肿 LV10 班山地龙 吞噬长城上面蕴含的国蕴 还得一丝一缕地包取炼化吸收 齐晨拥有大国重器天赋词条 本身就成为了巨量国蕴的载体和核心 几个词条都是齐晨自身的东西 根本不需要经过各种炼化和转化的过程 国蕴根本就是源源不断地 灌注到齐晨的词条和血脉 一时之间 齐晨竟然有点飞人 头上的那两缕金色的头发 真的站了起来 在头顶形成一对闪烁着金霞的鹅角 木声电 身有流云精气缠绕 呼吸间 隐隐有风霉之声 身披龙纹 脚踏降云 偶有精灵精甲 在体表不断地浮浮现现 两肩和妖脊之间 更是缠绕着一条金龙之影 齐晨的变化惊人 如果此刻刺破皮肉 放他一笛写出来 就会发现 连那血液都已经变成了灿金色 龙之血脉 LV10 护国金龙真龙种 LV10 血脉无与伦比的浓厚 血脉高贵的 比真龙还真 呼 爽 齐晨发自内心的感觉到爽了 超凡进阶 是一种生命层次的进化 血脉提升 也是另外一种生命层次上的进化 当龙族血脉 被提纯到 成为真龙种那一步的时候 齐晨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那一瞬间 就好像人都在飞升 血肉灵魂意识 全部都在站立 比做那事的最后一哆嗦 还要痛快 龙之血脉 都已经这么厉害了 那大鹏鸟的血脉呢 鹏鸟血脉的巅峰 是金翅大鹏 血脉潜力 和在神话中的地位 都是与龙族在一个档次的存在 龙之血脉 可以依靠国运的力量提纯 鹏鸟血脉也一定行 齐晨 把亲鹏的腰单拿起来 他现在就只有一个担心 在龙族血脉中 在掺杂进大鹏鸟的血脉 会不会使他的唇血 再次变得脖杂 应该没问题 齐晨想了想 如果是普通人 不同种的血脉之间 可能还真的会产生冲突 两种血脉 发生互相侵夺的现象 但它应该没关系 它的血脉 不是来自于自身 而是来自于身上的天赋磁条 而磁条 一般情况下 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理论上 大鹏鸟的血脉磁条 并不会影响龙族血脉 磁条的属性 它们两个之间 在本质上并没有相似性 甚至因为血脉不同的关系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应该不会出现 互相的吞噬融合 磁条之间 也从来没发生过冲突 吃 青鹏的腰单 出现在齐晨的手中 并没有超过两秒 就消失在了吞噬的漩涡里 被分解成了 最纯粹的进化能量 吞噬青鹏鸟腰单 成功获得星天赋磁条神速 LV11预风 LV8鹏之血脉 LV3青鹏亚种 LV5和班山地龙 很类似的天赋配置 这也在侧面说明了 青鹏和班山地龙 大致应该是一个 级别的奇变怪物 没让齐晨失望 青鹏的血脉 也给它带来了 别样的力量 一双青色的能量羽翼 在齐晨的背后伸展出来 每一翼都超过了十米长 能看出来 样子和青鹏的大鹏翅 好像差不多 齐晨的小腿和脖梗处 出现几道垂落的青色神闻 眼神也变得愈加锐利 放眼向天际望去 单纯的视野和视觉精度 竟然提升了足有一倍 而那一双赤翼 齐晨觉得 他们完全可以提供到 不属于战机 所能提供给他的 飞行动力和速度 但 这才只是变化的开始 几乎是词条刚刚吸收完毕 他们就又开始了进化 齐晨刚得到青色的赤翼 几乎是瞬间 就重新染成了赤金色 身上的神闻铜色 也全都在向这个方向转变 大国重气词条 就好像是一颗 永不停止的心脏 也根本不在乎 在运转过程中 身上要驱动多少器官 带动多长的血管中的 血液流动 带动两个血脉天赋进化 可以带动四个血脉天赋进化 也不会变差 几乎就是瞬间 膨脂血脉 就进化成了更高等级的 膨脂血脉 LV10 青蓬亚种血脉 进化成了全新的 金蓬唇血真蓬 LV10 虽然没能直接进化到 金吃大蓬那个状态 但是也是直接进化 成为了唇血的金蓬 金蓬的血脉血液 也是金色的 但齐晨明显能感觉到 在自己体内 有两种血脉 金位分明 互不影响 属于金蓬血脉的 两个天赋词条 也各自飞舞着 一只金色的蓬鸟虚影 和同样连接在 心脏大国重器词条上的 两个龙族血脉天赋 遥遥相互呼应 龙脂血脉的提升 更加全面 几乎是所有属性 都有强化蓬脂血脉的提升 则比较特化 齐晨的力量和防御 提升得不多 但速度却提升了 一个惊人的倍数 另外 还有特殊的穿透和破甲 看起来力量提升得不多 但论攻击力 可能要比龙脂血脉 提供的基础素质 还要可怕 这就是全方位提升 和特化提升的区别了 两种血脉 说不上来 谁好谁坏 看来 它们确实都是 同一个层次的 吸收了这一龙一捧 两只妖兽的 顶级腰单之后 齐晨感觉自己 身体里的力量 已经充盈到了一个极致 快要晋升到霸主级了 齐晨感觉到 只要越过去 就是生命层次的再次进化 霸主级和灵主级 又是不一样的世界了 如果说灵主级的 畸变生物 能称霸一城一战 灵主级的超凡战士 也能镇守执掌 或者建立一个 中小型的庇护所 那霸主级 就几乎是以一州一郡 为自己的巡兽领地 霸主级和灵主级相比 实力上那就是质变 是生命和能力层次上的升华 齐晨以前就听说 霸主级超凡战士 和妖兽的深周都会有一层领域 只要进入这个范围 所有地狱霸主级的生命 都会受到压制 实力实不存一 霸主级 可以轻松地碾压灵主级 而齐晨也来到了这个界限 齐晨以前并没接触到 过霸主级这个层次 他只觉得 自己这次突破 好像并没有什么瓶颈 能量积攒够了 应该就能突破 并不困难 身体的自我感知告诉他 这次突破 应该会很顺利 殊不知 灵主级往霸主级进化 也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 最少要拥有一天LV10级 或者10级以上的天赋能力 能量的积累 只是最基础的条件 在霸主级以前 这个条件并没有限制 普通精英领主天赋 LV1、LV9 虽然大多数普通级的超凡生物 超凡天赋都在 LV1到LV3这个区间 精英级在LV4、LV60主级生物 拥有的顶级天赋 大多都在LV7、LV9这个层次 但这并不是硬型要求 如果真的天赋一饼 逆天到极点 灵主级超凡生物 只拥有最低LV1级的天赋词条 在理论上也是可行 战斗力低到发指的事情不算 但在理论上 这种垃圾灵主级 是真的可以诞生 因为灵主级以前 大部分的进化难度 都只在于能量的堆叠和活下去 可霸主级就不一样了 LV10的天赋词条 成为了进化向霸主级的 硬型要求 因为 只有LV10以上的天赋词条 才可以化作形成天赋领域 而领域 是霸主级生物 最强大的能力和特点 天赋LV10 是进化成领域的最低要求了 没有这个等级的天赋 就永远无法形成领域 自然也就没有资格 向霸主级超凡进行进化 就像班山地龙和青鹏他们两个 论实际战斗力 班山地龙 其实是更有优势一些的 但论进化到霸主级的可能 青鹏却比班山地龙 更加具有优势 因为青鹏有一个很关键 天赋词条神速LV11 不仅达到了形成领域的条件 而且词条等级还要更高 即便进化成了领域 也不会是领域中最弱的那一档 当然 这些瓶颈和条件 齐晨都感觉不到 他几乎是一无所觉的就突破了 因为 在齐晨的身上 从来就不缺少LV10级以上的天赋 大国重器 LV10神速 LV11多屏蔽隐身 LV10飞行 LV10战争巨兽 LV10侦察 LV11神力 LV10龙之血脉 LV10护国金龙 真龙种 LV10鹏之血脉 LV10金龙纯血真龙 LV10光10级以上的天赋 齐晨就有11个 不仅满足突破霸主级的进化条件 而且绰绰有余 变异穿山甲隐狼无相网山珠的腰单 在齐晨的手里 变成粉末 为它的进化突破 提供了最后的能量 吞噬变异穿山甲腰单 成功获得星天副词条顿地 LV8土形 LV7独翼 LV4吞噬隐狼腰单 成功获得星天副词条 多重影分身 LV8孝月 LV6吞噬无相网山珠腰单 成功获得星天副词条 极句话 LV6催山之力 LV6狂暴 LV7三克领主及腰单 为齐晨的突破 提供了最后的力量 来不及去看新得到的这些天赋 齐晨身上的天赋 就已经在向着领域的方向 开始转化大国重器 LV10神速 LV11多屏蔽隐身 LV10飞行 LV10战争巨兽 LV10侦察 LV11神力 LV10龙之血脉 LV10护国金龙真龙种 LV10鹏之血脉 LV10金鹏 唇血真鹏 LV10 一个个十几以上的天赋词条 在齐晨的身上具现出来 然后由天赋升级 进化成一层层新的领域 大国重器 LV10气韵领域 LV1神速 LV11急速领域 LV2多屏蔽隐身 LV10潜移领域 LV1飞行 LV10空之领域 LV1战争巨兽 LV10战争领域 LV1侦察 LV11杆之领域 LV2神力 LV10力之领域 LV1龙之血脉 LV10龙血领域 LV1护国金龙真龙种 LV10真龙领域 LV1鹏之血脉 LV10鹏血领域 LV1金鹏唇血真鹏 LV10真鹏领域 LV1 很是夸张的 几乎是一秒一层 齐晨的深周 就展开了足足11层不同的领域 9层一级领域 2层二级领域 11层 范围有大有小 最小的如同前因领域 LV1 只是缠绕在齐晨身边 贴身存在 最广的 像是11级的侦察天赋 进化成的感知领域 LV2 仅仅是简单地张开 到现在已经十几秒过去了 还在不断地向外扩张 感知的范围可以极远 齐晨控制着感知领域 张开到1000公里左右的位置 就停止了继续扩张 但齐晨估计 自己的这个二级感知领域 张开到上万公里的半径不难 全力全开 应该可以覆盖大半个海岚星球 只是那样做 每时每刻接收到的信息 实在是太多了 如非必要的话 将这个领域张开到1000公里的半径 刚刚好 它可以没有任何负担地 将这个领域一直张开着 而剩下的领域 基本上都在10公里到100公里的这个范围内 大小不一 但是压制的力量 却几乎没有什么差距 整整11层领域 齐晨只是轻轻的一阵 领域内的所有低级畸变生物 就全部变成肉泥 一下子便清理出来了 上百公里的长城 领主集 还需要拥有气韵之力 或者拥有类气韵之力的宝贝 作为核心 才能建立起庇护所 但霸主集不需要 齐晨能感觉到 当自己进化到霸主集超凡之后 只要是在自己的领域影响范围内 血云和血雨 便不会再对它产生任何的影响 在霸主集以前 成为超凡战士的超凡 虽然不会再发生畸变 但依旧是会受到血雨中的 畸变力量影响的 需要每天花费一定的精力 和超凡力量 将畸变的污染炼化出去 实力越低 需要花费的精力就越多 而现在 到了霸主集以后 领域张开 血雨中的畸变污染 不能近身了 齐晨深周的领域 除了张开范围过大 贪薄了领域力量的感知领域之外 其他的领域范围里 但凡有血雨落下来 其中的畸变污染 就会被齐晨的领域自动进化 那血雨 不仅在进化的过程中 变成了透明色 更是在落地前 变成了最普通的超凡能量 被分解散落到天地间 霸主集超凡 就是一个行走的庇护所 让霸主集超凡 成为庇护所核心 将这种战略级的力量束缚住 实在是太过于奢侈 一般没什么人会做 霸主集也很少会接受这种束缚 也只有在龙国 齐晨有听说过 有几位龙国的霸主集 为了能省下一两样庇护核心 为了庇护住更多的龙国人 心甘情愿的 中年坐镇一地不动 这种事情 齐晨很敬佩 但是他做不到 而且齐晨觉得 驱除达鲁比庇护一方更加重要 更大快人心 只要将这些畸变生物 全部消灭或者赶出去 就不需要建立更多的庇护所了 齐晨感知这百公里范围内的 低级畸变生物 都被自己碾压成了肉泥 心里一阵畅快 在新进化城的急速领域LV2里 齐晨的飞行速度 更是几乎可以翻倍 原本进化到霸主集后的基础素质 就再次提升了 现在更是远远超过奥特曼 一动便是十几公里 几乎是数秒之间 齐晨就将那些胆小 或者狡猾谨慎 并没有被诱引出来 还趴在长城墙上的几只领主 及妖族 给杀了个干净 齐晨的战斗力 本来就是超标的 到了霸主集以后 拿捏领主集的生物 其实和拿捏普通集的 极变生物 并没有太大差别 都是横扫 只是对付领主集 还需要用一用手而已 快速地来到他们面前 一提一掐 他们都没来得及看清齐晨的动作 便直接失去了生命 至于反抗 反抗 霸主集的领域 一压制下来 这些领主集的机变妖族 就失去了全部的力量 原本 霸主集和领主集剑的差距 不应该有这么悬殊的 霸主集领域 对霸主集以下的压制是 LV7的天赋强度直接减半 LV8保留6成天赋强度 LV9的天赋能力 保留7成天赋强度 一级向上 只有拥有LV12的天赋词条 LV1级的领域给压制削弱 霸主集很强大 对领主集 无论是基础素质 还是天赋 都形成了碾压 一个开启领域的霸主集 杀穿十几只 甚至是几十只领主集 都没问题 但领主集 也应该有挣扎和逃命的能力 可在齐晨这连 当11层领域倾盖下来 什么削弱和压制比例 都成了笑话 除了需要齐晨亲自动手之外 它们脆弱的 和普通畸变生物 并没有任何区别 一层领域便能压制 11层领域 就是厚厚的五指扇 齐晨刚刚晋升霸主集 威势正龙 而这个时候 却总有人要触动眉头 是谁 敢对我如此亏似 齐晨感受到自己的感知领域 在北方被人暴力地 撕开了一个口子 一下子齐晨的感知领域中 就出现了一片空白的漏洞 能撕碎排挤开领域的 只有同级别的领域 只要不是霸主集 再强都得受到压制 在齐晨感知里叫嚣的这个 一定也是一只霸主集的生物 霸主集 在后世时 数量还是很多的 但是 在现在 在这个积变刚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 绝对已经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存在 以后的亡者集苗子 能在积变初期 就成为霸主集生物的 只要不死 在后来 九成都成为了亡者集超凡 这撕碎齐晨感知力领域的 肯定就是一个 好胆 我还没找你们麻烦呢 就有主动打上来的 齐晨的感知领域 只是被撕碎了一部分 或者说是被对方的领域 撑开干扰了一部分 但随着对方的领域移动 齐晨还是能够知道对方的方位的 对方的速度很快 正在快速地打上门 六亿叉翅虎 很是恼怒 刚才他正在宠心自己手下的 一只吊金白鹅白虎 他娘的 竟然感知到其他人的亏死 他的虎片 也是旁人能看的 六亿叉翅虎能察觉出来 那股力量 其实是一种侦察性的领域 拥有领域 应该是和他同一级别的存在 但那又如何 用自己的领域去覆盖 去亏死他人 本来就是很冒犯的行为 更何况是亏死他的方式 把他吓得一击灵 直接秒了 这谁能忍 尤其是身下的白虎 已经露出了忧怨的神情 是可忍 虎不可忍 而且 他明明撕破了对方的领域 对方竟然还不收敛 这是在挑衅他的权威吗 六亿叉翅虎衫 动着自己的三 对半黑半白翅膀 飙出来的急速 竟然毫不逊色于 轻捧十一级急速的速度 甚至还要更快一些 气势汹汹的 就向骑尘的方向冲来 而在他的身边 也蔓延开两道天赋领域 一圈黑色 一圈白色 一圈黑色领域主侵蚀 一圈白色的领域主杀伐 六亿叉翅虎目光 牢牢地盯着自己身旁 不断被排开的感知领域 心里想着 对方有一道领域 是辅助性质的感知类领域 对战斗力的加持不多 正是拿来立威的好对象 六亿叉翅虎 也才刚刚突破霸主级不久 并不是天生的霸主级积变生物 此刻并没有打出自己的名声 此刻看到骑尘的感知领域 显然把骑尘 当成了可以拿捏的软柿子垫脚石 六亿叉翅虎飞得快 吹吹风 其实已经有些冷静下来了 但越冷静 他越想拿骑尘 建立自己的生命 六亿叉翅虎 控制着他的两道领域 向外扩张 很是暴力的 就将骑尘的感知领域给推开 推远 他的领域的强度 好像要比骑尘强很多 轻易地就把感知领域撕开 然后在感知领域的中央 展开自己的两道领域 领域碰撞 这是霸主级之间交手的常规试探 也是抢夺战斗优势的常规方式 领域越强 等级越高 或者相互之间出现克制 越能撕毁排斥 令对方领域的人 自然越有优势 领域 就像是一个随时可以移动的主场 在碰撞中 谁的领域更坚挺 占据的位置更多 主场的加持自然更强 主场的范围也更大 远方的家伙 你不如直接归降我吧 我可以对你的亏私冒犯 既往不救 轻易地就撕开骑尘的感知领域 六亿叉翅虎的心中 顿生一股豪气 他对骑尘竟然起了收服之心 你一个以感知辅助能力 为主的超凡生物 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哪怕进化到霸主级 也只会是垫底的弱者 不如跟着我 咱俩一起打江山 你助我一臂之力 我给你提供庇护 归从于我 怎么样 霸主级的六亿叉翅虎 隔着一百多公里 就口吐人言 鸿生对骑尘说道 霸主级的提升 除了实力和生命层次上的进化 还有智慧和思维的点燃 这六亿叉翅虎的智慧 已经和人类并没有什么两样了 甚至比一般的人类 还要再聪明一些 自从成为霸主级生物开始 他就没再大肆地击杀吞食那些 比自己实力低的畸变生物了 反而是选择收服和建立自己的势力 他手下已经有包括那头 白虎在内的庶民领主级妖族 六亿叉翅虎的脑子里 有了势力和疆土的概念 此刻 他竟然把主意打在了骑尘身上 想要收服同为霸主级的骑尘 作为自己的从属 六亿叉翅虎嘴上说的是收服 但手里的动作可是丝毫没停 立威 六亿叉翅虎 不断地向骑尘展示自己的实力 口中发出唬哟 六只翅膀在震翅的同时不断扫动 每一次翅翅挥舞 他的黑白两色领域的范围都会再次扩大 里面的气息也会更加凶烈一些 不断地把骑尘的感知领域给挤压撕裂 六亿叉翅虎准备用碾压性的实力 让骑尘服从 同时 六亿叉翅虎也挺好奇的 到底是哪一类妖族 竟然能在这个时候 以感知类辅助性领域进化到霸主级 太稀少了 现在这个时间段 不能打的应该都没资格进化才对 六亿叉翅虎也想看一看 骑尘到底是什么种族 剩下的百多公里的距离 并没有花上太长的时间 到了霸主级 十级倍的因素 几乎是每一个霸主级生物的标配 百多公里 基本上就是半分钟左右的时间 骑尘也没挪换位置 乐得有其他霸主级的生物 自己找上门来 当隔着几十公里 看到骑尘的身影时 六亿叉翅虎 瞪大了自己的双眼人类 怎么可能 这是六亿叉翅虎的第一想法 它是有一点猛的 以至于六亿叉翅虎的 六只翅膀滑动的轨迹 都有些凌乱了 六亿叉翅虎 有一些想要转身扭头就走 记忆里那种 被恐怖直立员征服支配的恐惧 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 但下一秒 它就愤怒地吼出声 从突然的恍惚中回过神 刚刚的恐惧 让它感到羞愤恼火 它现在 已经是霸主级生物了 还惧怕一个小小的人类做什么 人类的猎枪和皮鞭 已经不能对它造成伤害了 六亿叉翅虎 对齐臣嘶吼出声 虽然一个人类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进化到霸主级 特别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家伙是人类 那不正好 人类 服从于我 六亿叉翅虎的语气 高高在上 几乎是命令着齐臣 向他臣服 六亿叉翅虎感觉有些暗爽 齐臣人类的身份 让六亿叉翅虎 有一种报复的快感 收一个霸主级的人类 作为自己的仆从 全天下哪有比这更爽的事 六亿叉翅虎 至今还记得 自己在马戏团中 受到的种种虐待 当鸡变降临 他第一个就是吞吃了 自己的饲养员 然后杀死了剧场内的所有观众 然后从城市里逃了出来 他永远记恨那些 把自己当作猴耍 当作猴戏看的人类 六亿叉翅虎 几乎是羞辱式的呵斥 让齐臣皱起了眉头 找死 齐臣原本还想给对方 让他感觉很不爽了 被齐臣收回的领域 又一圈圈地重新张开 先是气韵领域LVE 金色的气韵领域 被齐臣张开 当看到齐臣的身上 再次出现了一层领域之后 六亿叉翅虎的嚣张收敛了一显 双重领域 和他已经是一样的数量了 不过 六亿叉翅虎并没有退缩 现在就能进化到霸主级的 都是同阶中的佼佼者 大多天生 就有很强的天赋能力 刚进入霸主级 就拥有两重以上的领域 是很正常的现象 没事 对方有一个对战斗力 提升不多的感知类领域 能打 六亿叉翅虎在心里想着 自己两个领域 全是进攻型的 再加上自己的野兽体魄 还有优势 这样的人类 征服起来才更有成就感 再然后 齐臣的第三重领域 展开战争领域 LVE6亿叉翅虎的脚下一顿 头皮一麻 三重 没事 三重领域短时间内 也不能完全地就压制我 能打 六亿叉翅虎安慰着自己 但虎口已经咬紧 绝口不再提要齐臣臣服的事了 在心里蒙蒙想着 齐臣的三个领域中 有一个对战斗 几乎没什么作用的感知类领域 和双重领域也差不多 六亿叉翅虎将阿丁 精神拉满 安慰着自己 他现在不能怂 那可太丢人了 但励志领域 潜影领域 龙靴领域 真龙领域 齐臣身上剩下的几层领域 几乎是同时绽放 六亿叉翅虎眼神 变得惊恐的同时 原本一只高傲竖起来的尾巴 几乎是瞬间就夹在了屁股底下 转头就跑 来自恐怖直立员的支配恐惧 记忆里的阴霾 瞬间就又笼罩到心头 他妈的 凭什么啊 六亿叉翅虎在心里 直接抱了粗口 甚至不敢直接 当着齐臣的面骂出来 那密密麻麻的 好似旋风鼠塔一样 层层叠叠的领域 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人类 他才是积变后的怪物吧 六亿叉翅虎想把领域 撑开到极致逃跑 然后就发现了深周的粘腻 他的两个领域 竟然撑不开了 被周围的领域给压制了回来 这是什么情况 六亿叉翅虎回头 看身后的齐臣一眼 领域铺张开 也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 齐臣的几个领域 都还没有覆盖过来 那是什么限制住了他的领域 六亿叉翅虎环顾了一下四周 是感知领域 怎么会 六亿叉翅虎不见 一个辅助性的感知领域 应该很脆弱才对 怎么就能限制住他的双层领域 但他的双重领域 确实是在不断地缩小范围 被挤压回来 LV2的感知领域 本来就没有那么不堪 之前被轻易地撕碎部分 是因为齐臣将感知领域的领域范围 扑得太开 以上千公里为半径的领域 哪怕这个领域本身再强 扩大到如此地步 平均强度也会有所削弱 以广度 牺牲了强度 但当齐臣将感知领域的领域范围 收缩回来的时候 感知领域的强度 就随之飙升 领域也是分级别的 LV2的感知领域 不至于把六亿叉翅虎的双重领域 直接压垮到崩溃 但直接将其挤压到 只能维持在六亿叉翅虎的周身百米 还是轻轻松松 LV2的感知领域 对六亿叉翅虎 直接就形成了碾压 领域的粘腻持滞 让他本人的动作和速度 都慢了下来 霸主级的能力 是和自身领域相辅相成的 当六亿叉翅虎的领域被压制时 他自身的能力 也会出现受限的情况 身处齐臣的领域内 六亿叉翅虎 甚至有了一种溺水般的感受 哼 就这点本是 还想要收服我 齐臣语气有些不屑 剩下的十种领域 在天空中交叉着 也覆盖了过来 急速领域 在神速天赋词条 进化成为领域之后 产生影响 六亿叉翅虎逃跑的速度 一下子就慢了下来 几乎是直接就慢到了 原来的两三成速度 六亿叉翅虎惊恐地发现 这也是一个二级领域 再然后空之领域负压而下 齐臣直接剥夺了六亿叉翅虎 在空中飞行的能力 任凭六亿叉翅虎 在如何摆动他的那三对翅膀 也没有办法 再为他提供任何一点的升幅能力 就像是电梯一下子断了弦 六亿叉翅虎 就像一颗炮弹一样 划着弧线 从数千米的高空上 就像山野里面坠了下去 轰隆一声沉烟滚滚 六亿叉翅虎 不至于摔死 但也是落得的七荤八素 再然后 一阵龙银和彭铭 再一下子给六亿叉翅虎 弄得各一击灵 顶着头昏 就从烟尘中站了起来 他向四周观望 龙铭 彭铭 附近还有其他的霸主及妖兽 六亿叉翅虎的眼睛里 闪过交集 在哪呢 救命 救救命 就六亿叉翅虎 已经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了 大声地呼喊求救 直到他自己的呼喊声低了下去 求救的喊话 噎在了嗓子里 他在迟钝 也感受到了 这两股血脉气息的来源 其成的深周 缠绕着足足四种 关乎于血脉的领域 真龙和大鹏 六亿叉翅虎 感觉自己智慧 好像已经不够用了 一个人类 凭什么血脉 比他一个妖族还要传 所为妖族 对于血脉的感受更加的敏感 唇血真龙 唇血真蓬 他进化到霸主级 也离唇血 还差着天差地远呢 他是妖族 我是妖族 而且 他是如何做到的 一个人身上竟然能同时具有 两种唇血血脉 六亿叉翅虎 感觉到了迷茫 糊涂见 其成的身形 已经拖着残影 一脚踹在了六亿叉翅虎的头顶 轰隆一声 其成是向下踹的 六亿叉翅虎的身体 直接就埋在了地里 六亿叉翅虎只 感觉整个世界都晃动了一下 眼前一黑 在睁眼时 他感觉整个身体都是一青 好像有根绳子 在牵着他向后飘 身体格外地放松 舒适的感觉 让他回想起昔日 自己还没有被迈进马戏团的日子 在那片最原始的森林 自己作为那里的君王的日子 狩猎整片森林的生活 是真的愉悦和美好不对 六亿叉翅虎的眼睛骤然睁开 他刚才竟然走马灯了 一股距离 在六亿叉翅虎的背后涌来 齐晨使用了变异川山甲的遁地 和土形的天赋 也跟着进入到了地底 一脚从下面再次踹了上去 咔嚓 六亿叉翅虎 听到了自己翅膀断折的声音 剧痛 但是 下一秒 又变成了一种 让他感觉暖洋洋的酥马 身体的保护机制 大量的肾上腺激素分泌 让痛苦开始消失 甚至是有点享受这种 痒痒的暖暖的麻麻的感觉 长城的城墙上 六亿叉翅虎的身下 骑着一只特别漂亮的白虎 白虎的顺从和主动 让他享受地眯起了眼睛 突然地一哆嗦 六亿叉翅虎梦到了齐晨的窥探 一下子惊醒 六亿叉翅虎 骤然睁开眼睛 妈的 竟然又走马灯了 大量的脏腑碎片和血液 从嘴里流出 血腥的味道含在口中 六亿叉翅虎 这才注意到 自己已经受到严重的内伤 两脚 就两脚 虽然没有被秒杀 但让六亿叉翅虎在几秒钟内 就体会到了 两次冰死的感觉 六亿叉翅虎有心 想要撑开自己的领域防御 可整整十一道领域 负压在他身上时 他的双重领域 也只能在他的体表 形成一层不到两厘米厚的薄膜 他的领域被压制的 根本无法离开体表 十一重领域 实在是太可怕了 被从地底 再次踢飞到半空中 骑尘伸手 就像是提留一只大猫一样 拽住六亿叉翅虎的脖梗 一米八的人 毫着一只五六米高 十几米长的胸虎 看起来确实有点滑稽 但六亿叉翅虎此刻 就像一只听话的猫咪一样 一点也不敢动 骑尘的殴打 唤醒了六亿叉翅虎 在马戏团期间 被人类支配的奴性 他怕了 别杀我 我可以做你的做骑 上一秒还叫嚣着 让我给你臣服做仆人 下一秒就屈服怕死 想要给我做做骑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骑尘单手提着六亿叉翅虎 眼神里的冷意都转向无语 这种外强中单的耸包 让他都提不起来战斗的性质 正激烈交锋呢 对方突然就软了 实在是让人觉得晦气 不够尽兴 六亿叉翅虎瑟瑟发抖 明明身份是百兽之王虎王霸主 此刻却没有一点的霸气 更不像是一个王者 眼神里全都是屈服和畏惧 这让骑尘觉得很没意思 六亿叉翅虎即便成为虎王霸主 但实力的提升 却不能改变他的根性 一遇到更强的挫折 他骨子里的弩性和软弱 就漏了线 你这种耸炮 做我的做骑 骑出去 我都觉得丢人 况且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原谅你的冒犯 骑尘开口 但并未想要得到六亿叉翅虎的回答 在说话的时候 嘎嘣一声 骑尘已经掐断了他的脖梗 这话是对着六亿叉翅虎的尸体说的 伸手破开六亿叉翅虎的头部 取出他头颅里的黑白两色腰单 六亿叉翅虎眼睛里最后的光芒也变得暗淡 在六亿叉翅虎死亡的时候 一声巨大的唬哮 一千公里 可闻一只庞大的叉翅虎虚影 以通体血色的样子 出现在天空 百公里内的每一个生物都抬头可见 霸主悲鸣 残像升空 到了霸主节 死亡 就会有这样的异象出现 血雨愈加倾盆 天上压抑的气息更加浓重 血雨翻倍三天 血云身后九千米 宽百里 这几天内 这个范围内的生物 无论是畸变还是觉醒 成为超凡战士的几率都会更高 这也是霸主级的余想 是这位霸主级 曾经存在的最后一点残症 但这更像是一种荣誉和击杀证明 在上一条命 当霸主级以上的生物多起来的时候 它们之间 还是偶有冲突和陨落的时候 齐晨也曾见过 和听过几次这样的异象 毕竟 这一项的波及范围确实很大 但主角是自己 这还真是第一次 倒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那只六亿叉翅 糊糊死了 好 呵呵 一个还需要进化突破的新人而已 和我们这些天生霸主 怎么能比 死了就死了 不用在意 六亿叉翅虎的死亡异象 波及得很远 成百上千公里的半径 已经是很大的范围 两万多公里的长城 是错落着分布的 半径上千公里的碑名 几乎已经涵盖了 整个长城的所有地方 山海关 黄牙关居 雍关 紫金关 娘子关 嘉狱关 阳关 玉门 关沙虎口关片头 关平行关 长城上 有成百上千的关口 但就属其中的十几个关口 最有名 城关最险俊 上面承载着最多的国运之力 这些核心关卡上 几乎每一处 都盘跟着一只霸主级生物 这个时候的霸主级 除了极少数 是从零主级突破 大多都是天生霸主 数量不多 如果让七城来看 未来的长城十三王者 几乎全部都已经出现 天生的霸主 对于六亿叉翅虎这种 后天由零主级进化到霸主级的 在心里上 都有一些优越和不屑 他们有一点 看不起六亿叉翅虎 这也是六亿叉翅虎 非常想收服其臣 想要拿其臣力威 而提升自己威名的原因 六亿叉翅虎的死亡 并没有在霸主级的领域中 引起太大的波澜 甚至有不少霸主级生物 还很是不屑 觉得六亿叉翅虎这种 若鸡死了就死了 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只有同样是由零主级 进化到霸主级的两位 财心有七七 面色凝重 呼 这两种领域的效果还不错 将六亿叉翅虎的腰单 吞噬完毕之后 齐臣的身上 再次多出来了两层领域 复古领域 LVE钢砂领域 LVE 身上的领域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3种 这两个领域的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复古领域的效果是 能在击伤敌人的同时 在敌人的身体里 留下一种很难处理掉的 侵蚀性力量 增加疼痛的同时 还会影响和削减敌人的力量 如同复古之躯 这种力量叠加得多了 还可以被齐臣主动引动着发作 甚至是爆炸 而且 就算没被齐臣攻击出伤口 在齐臣的领域中待久了 一样 会被这种力量侵入 产生同样的效果 只是发作的速度 会更慢许多而已 钢砂领域 就简单的许多了 能力就是为齐臣提供 更强更加锋锐的钢器 看起来很普通 但就是这种越简单的能力 其强度就越粗暴 效果越强大 简单的来说 就是钢砂领域 可以是作为一个杀阵 领域 能给齐臣提供大幅度的攻击力 和穿透破甲属性加成 简单粗暴 将六一叉翅虎的身体 用空间能力收拾起来 这具虎身 他要好好地留下 虎骨泡酒 对男人的好处 则 都懂得 这东西可不常见 好东西 最后 齐臣探手一招 一只和六一叉翅虎一模一样的虚影 出现在身边 齐臣直接将他骑在胯下 做骑 我依靠着吞噬能力 就可以直接召唤出来 各种半虚半实的拟化召唤物 还需要接受你的臣服 齐臣撇撇嘴 有些不屑地说道 杀了六一叉翅虎 他便能召唤出六一叉翅虎来 而且还绝对忠诚 不是耸炮 不比投降屈服的六一叉翅虎本身强多了 在齐臣的控制下 六一叉翅虎的三对翅膀 也开始出现喷气式引擎一样的机械装置 六一叉翅虎 在与战机的形象相结合 齐臣操纵地进行合成 赋予他更快的速度 又帅又快 别的不说 只要刨除六一叉翅虎本身的灵魂和智慧 他的样貌还是一顶一地帅的 但小小地玩了几下 齐臣挥挥手 还是把他给驱散了 头顶上的航空母舰再次出现 齐臣一下子站到箭手 要说帅 谁能帅过自己家的航空母舰 和艰辛40A战机 其他的 新鲜新鲜 玩玩就得了 兄长 那六一叉翅虎已经死了 我们不如也去奋一杯羹 他的尸身和腰蛋 吃了可是大补啊 能让咱们省不少苦休呢 紫禁关口 一只黑棚 向着一只七彩孔雀说道 与其稍稍有些着急 显然已经动了抢夺的心思 相传 凤凰生有二子 分别就是孔雀和大鹏鸟 黑棚和七彩孔雀 他们两个 就依着这层关系 顺势就结为了结拜兄弟 他们两个都是天生的霸主 黑棚和七彩孔雀联手 牢牢地把握住了 长城最有名十三关中的紫禁关 并且还往外延伸 占据了很大一片地盘 实力强横 还强强联手 这长城内外 没有几个他们两个 不敢招惹的存在 就这紫禁关 都是他们从另外一位 天生霸主的妖族手里抢来的 霸道跋扈极了 就这段时间 也没少挑衅其他的霸主级生物 其他霸主及妖族剑这两个家伙 是穿一条裤子的 双拳男敌四手 大多数都忍了 这让他们吃了不少甜头 这不 黑棚又看上了 骑尘刚刚击杀的 六亿叉翅虎尸身和腰蛋 想抢夺战利品 觉得可以做上一跳 七彩孔雀 要比黑棚更成熟一些 他想了想 有些迟疑地道 那人能杀死六亿叉翅虎 实力应该不弱 我们哀呀 大哥 黑棚的语气 有些不耐大哥 咱们怕傻呀 就那六亿叉翅虎 也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 就换作是我 我自己一个都能收拾的了 那人再强 又能强得到哪去 顶多也是 一位天生霸主呗 我们两个可是两人 二达一 除了那两位 在这长城内外 谁不得对咱们退避三射 那霸主机 刚刚和六亿叉翅虎 经历了一场战斗 此时 应该正是最虚弱的时候 搞不好 已经身受重伤 我们现在过去 他敢不从 不从 不将六亿叉翅虎的肉身 和妖丹交出来 我们将他也杀了 吃了 黑棚的口会 露出危险的弧度 说是要威逼齐臣 抢夺战利品 其实心里想的 已经是怎么把齐臣 也变成自己的战利品的事情了 齐才孔雀这样一想 也有些按耐不住 他虽然比黑棚家更谨慎一些 但能和黑棚结败在一起 内中的贪婪 绝对不会弱于黑棚 两具霸主级的血肉 和妖丹七彩孔雀 更是直白地给齐臣 添加在了战利品资源里 参与计算 可以 这个买买可做 到时候 你我霸主级的血肉 咱们一人一副 妖丹也正好一人一枚 只要吞噬了 咱们就能和其他的霸主级 拉开修为差距 你我兄弟联手 到时候在这长城内外 再抢一座雄关 你我兄弟二人 一人一个 好 那咱们走 咱们得赶紧 万一那家伙受伤严重 偷偷跑了可不好办 说着 黑棚振翅 迫不及待的 就准备出发 身上的三种领域 已经隐隐将要绽放 黑棚和七彩孔雀 看不起六亿叉赤虎 是有道理的 或者说 所有的天生霸主 都比较瞧不起那些 从灵主级进化上来的霸主 刚即变进化 就是霸主级 说明他们 往往有着更好的先天底蕴 黑棚身上 有着三重领域 其中两种一级领域 一种二级领域 七彩孔雀的身上 则更是有着四重领域 当然 这四种领域 都还只是一级 它们比六亿叉赤虎强 就强在血脉上了 天生的霸主级 它们都和齐臣一样 拥有着十级以上的血脉 和十级以上血脉 形成的天生领域 这是很大的优势 它们两个自信 如果是它们 对上了六亿叉赤虎 它们也可以对六亿叉赤虎 造成碾压 没有亲眼见到 齐臣和六亿叉赤虎的战斗 它们并不认为 齐臣是不可战胜的敌人 它们起飞 甚至是有些急迫 它们两个毫不怀疑 还会有其他的霸主级生物 有着和它们一样的掠夺思想 野兽 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轰隆隆 轰隆隆 天空突然有阵阵闷雷声出现 黑鹏感觉有些奇怪 天上虽然一直有血云血雨覆盖 但这么久了 从来没听说过 会打雷啊 它仰头向上看大哥 救命 脱胎于多屏蔽隐身天赋的潜影领域 覆盖在身上 齐臣将航空母舰这个庞然大物 直接开到了黑鹏和孔雀的头顶上来 它们都没有发现 最后航母掉头俯冲向下 激起的冲击太大了 而且已经潜影到这个距离 齐臣也懒得再飞机隐藏 若不是闹出了动静 恐怕黑鹏和七彩孔雀 还发现不了 航母虚影遮天蔽日的大 在接连又吞噬了大量的领主及妖单 一枚霸主及妖单之后 通过虚昆的无极生长 天赋增重 现在航空母舰的体型 早就已经超过了100万吨 就连无极生长这个天赋的等级 都在没有任何同源天赋 可以叠加吸收经验的情况下 被齐臣硬生生地使用到了 LV-9这个级别 再提升一级 都可以自行演化成新的领域了 百万吨重的航空母舰 这是这个星球上 从未有过的战争兵器 而且它还不带在海里 而是在天上飞 更恐怖的是 齐臣这个使用者 经常性地不使用其健身上的战争武器 而是喜欢拿它立大飞砖 拿它来派人 百万吨级的超大版砖 黑鹏和七彩孔雀的体型 已经全是很大了 如果说血脉稀薄的轻鹏双翼 全部展开 能宽到40米 那它们两个 就都得达到60米以上 但齐臣倾着百万吨重的航空母舰 横拍下来 和拿脱着底拍两只大苍蝇的感觉 也没什么两样了 呼啸的风 都差点要把黑鹏的铃鱼给吹掉了 黑鹏大喊救命 但七彩孔雀 自己也是自顾不暇 当拍寄来的航空母舰 已经中到了这个地步 齐臣用不用领域 黑鹏和七彩孔雀用不用领域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黑鹏和七彩孔雀 都是放了自己的领域 而且数量不少 足足七道 其中还有一道是黑鹏的二级领域 但是 并没有什么作用 一级的领域 和百万吨的舰船船底 一瞻就碎 一碰就裂 只有七彩孔雀的一道防御性质的领域 和黑鹏的二级领域 才能稍稍迟滞一点齐沉的动作 可他们还是逃不出 被拍苍蝇的命运 被拍飞了出去 航母重重砸下 黑鹏和七彩孔雀 都被拖出了残影 两个家伙一左一右的 就各自撞碎了一个山头 黑鹏和七彩孔雀 两个全都蒙了 靠蛮力 直接撕碎领域的 这还是头一个 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 领域要是能被这样轻易的 一虫种拍碎 那领主级生物 就不用这么惧怕 他们霸主级生物了 这得是多大的力量 黑鹏的脑袋晕乎乎的 头顶上的羽毛 有一条 已经被鲜血如湿 黑色的羽毛里 微微发红 很明显是破开了一个口子 他倒是没有被 齐沉一击就拍死 整整七虫领域的削弱 到底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头顶和身上的剧痛 还是让他非常清醒地 知道了一件事 齐沉是他无法抵挡的存在 黑鹏并不知道 齐沉就是他嚷嚷着要找的人 黑鹏还在头脑里寻思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他和七彩孔雀两个 最近招惹到什么人了吗 不应该啊 黑鹏一头雾水着 海澜心的疾变 才刚刚发生没多久 他和七彩孔雀的形势 是嚣张了点 但得罪的人 都是有数的 他俩再能搞事 也没办法在一天内 就得罪太多的人 而且 得罪过什么妖兽 黑鹏都有记忆 其中绝对没有 这个大船一样的东西 黑鹏深知自己打不过 宁宁身子想逃 但下一秒就目自欲裂 甚至有些道心崩溃 他发现 和自己说好了 同生共死的结拜兄弟 七彩孔雀 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悄悄地飞出去好远了 自己最信任的兄长 趁着自己走神的时候 竟然丢下了自己 偷偷逃跑了 妈的 孔川 亏老子这么信任你 你就是这么背叛 我们的兄弟感情呢 孔川是七彩孔雀 学着人类 给自己起的名字 他听到了黑鹏 在自己身后的咆哮 但孔川一声没吭 连头都没回 只自顾自地跑着 幼稚 孔川在心里想着 死到有不死平道 没有好处 谁和你结拜为兄弟 还不是因为 我自己一个人 不一定能完全吃得下这紫金关 孔川在心里暗想 我要不偷偷跑在前面还得了 那死在最前头的那个 就得是我 七彩孔雀孔川想着 就又多用力扇动了几下翅膀 让自己的速度更快一些 逃命的时候 只要比自己的朋友 跑得更快一些 更远一些 敌人就不会先追自己的 逃命的几率 就会大上很多 黑鹏和青鹏一样 都是大鹏血脉 而且血脉和能力 比青鹏还要强大得多 是更高上一件 血脉也形成领域的霸主级 和黑鹏比逃命速度 孔川肯定敌不上 孔川可不在乎 和黑鹏的兄弟情谊 肯定不愿意给黑鹏当垫背的 当然要先走一步了 大难临头 你先帮维兄挡一刀吧 拿黑鹏挡刀 孔川在心里 甚至没有一点羞愧 黑鹏的辱骂 只能让孔川知道 自己偷跑的事情已经被发现 要逃跑得更快了 从航母蓄影的甲板上下来 骑尘觉得 黑鹏和孔川之间的勾心斗角 有一些好笑 在绝强的实力面前 耍这些有的没的的小心机 有用吗 他骑尘凭什么 就按照孔川的剧本来 同时杀他们两个 也不是什么难事 骑尘将航空母舰留下 继续向下砸落 继续碾压 限制着黑鹏 同时还把刚杀死的六亿叉翅虎 也配在了旁边 数道领域 尤其是空之领域和急速领域 一个给黑鹏进空 让他不能飞得那么流畅 一个就是为了 和黑鹏的二级急速领域 相互对冲底调 没错 作为擅长急速的鹏族 黑鹏的拿手领域 也是急速领域 并且同样LV-2 空之领域 急速领域 前营领域 都被骑尘扔给了航空母舰 负责压制黑鹏的领域 同时 航空母舰身上 还挂在着自己的励志领域 气韵领域 这些力量足以压制和虐杀黑鹏了 骑尘自己则是直接踩上了一架 刚刚从航母虚影的甲板上 高速起飞的坚星40A战机 将这里的战斗 交给航母和6E叉翅虎 自己坐着战机 直接向七彩孔雀逃跑的方向追去 他骑尘又不是一次 只能对付一个敌人 坚星40A战机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即便前就是海澜星战机速度之最 随着骑尘的实力提升 他的速度 也跟着骑尘的境界稳步提升 在速度方面的成长性 甚至还要超过一般的大鹏 而且 在战机的表面 就像现在的统一号航空母舰表层 覆盖上了虚昆生物涂装一样 骑尘的坚星40A战机的表层 也出现细密的轻语 坚硬 而又柔韧 机翼的形状 也微微形变 出现鹏骨结构 和原本的坚星40A战机 已经是天差地别 只能看出三四成的战机样子 完全变成了一种全新的生物战机 骑尘更愿意叫他为 艰辛倾鹏 速度极快 几乎就是数秒钟的时间 已经偷跑了很远的孔川 就听到了后边的风声 骑尘在快速地接近 孔川感觉到 自己可能甩不脱了 就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 就看到 在黑鹏所在的那片战场 黑鹏正被压制着 依靠着急速左突右冲的 拼死疯狂逃窜 骑尘本人 则是已经快要追到自己身边了 但孔川感觉自己 好像看到了机会 经过短暂的观察 他认为 骑尘可能是召唤戏的超凡战士 骑尘已经将最强大的召唤物 留在了黑鹏那边 那来找他麻烦的 就只有骑尘的本体 和这只怪异的铁鸟而且 孔川还看到 骑尘将自己身上的多道领域 也全部都留在了黑鹏那边 那是不是 我还有机会反杀 孔川身上四色领域环绕 他可是有着足足四重不同的领域的 而且攻防兼备 但这种想法 坚持了不到一秒 孔川的脸上变色 眼神一抖 一点多余的想法都没了 立马转身就接着跑 一重重的领域展开 骑尘的身上竟然又展开了数道 数量完全不低于 骑尘扔在黑鹏那边数量的领域 战争领域 感知领域 龙血领域 真龙领域 鹏血领域 真鹏领域 虎血领域 真虎领域 足足八道 比骑尘留给黑鹏那边的 还多一道 没错 不仅仅只是真龙血脉 和真鹏血脉 就连骑尘刚刚吞噬的霸主级 六亿叉翅虎 他的虎族血脉 也在骑尘的身上 形成了新的领域 六亿叉翅虎做梦 都想要完成的血脉进化 就这么的 让骑尘替他完成了 大国重器形成的气韵领域 还足够攻击虎族血脉的进化 让骑尘又轻轻松松的 就多了两个领域 骑尘驾驶着艰辛 倾鹏挥斥 从七彩孔雀的头顶掠过 机翼煽动 直接给了他一下子 轻轻松松的 就将他打翻 直接从半空中轮到了地面 溅起铺天盖地的烟尘 孔川还想借着这个机会跑 但就这点烟尘 连他自己都骗不过 更沉沦遮掩住骑尘的感知 艰辛倾鹏肌肤的挂弹结构张开 吃吃几伤 便有六枚精密质导导弹 自肌肤的身下发射了出去 导弹自带追踪和精密定位 配合着骑尘的感知领域 埋头就向下冲了下去 然后就是剧烈的爆炸 哄 哄哄 哄哄哄 孔川使出了全身的解数 甚至做出了堪称犯规的 杂技性动作 不顾任何颜面地 在地上打滚 他才艰难地躲过了第一枚导弹 然后用多重领域和手段 抵挡住了后面两枚 但最后的三枚 还是命中在了他的身上 并且将他掀了 出了好员孔川 感觉自己的翅膀蛇了 艰辛战机的导弹 随着骑尘的实力提升 他的威力也跟着一样提升 再加上还有战争领域 专门为艰辛战机 这种战争兵器和武器加持 艰辛轻鹏号的武器威力 哪怕是霸主级生物 也没有办法小觑 像孔川这种防御力低点的 霸主级生物 多挨几炮 也得断上几根骨头 等孔川在想翻身站起来的时候 就感觉脑后生风 再回头一看 骑尘驾驶着的艰辛战机 竟然真的像他们猛禽一样 真的生下来了一对 覆盖着金属灵甲的撞爪 对着他的脑袋就前了过来 姿势都和飞鸟猛情不识的时候 一模一样 这一击 等他回头看的时候 已经太近 来不及了 孔川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眼眶都要裂出血了 但是无济于事 他知道自己躲不开了 这一对金刚爪子蹬下 他的脑袋就是再硬 也要被摘下来了 就在这时 骑尘的钢爪 竟然主动地向孔川的脑袋旁 一片地龙翻滚 大地开炼 竟然有一只粗壮 但藤尖又极其尖锐翠绿柳枝 自得底下钻处 活开大跌 风锐的柳间 直奔齐尘的身体点来 这一柳枝 和齐尘侧开的钢爪 碰撞在一起 火花四溅 而大地底下 还生出另外的柳枝 一把就缠住孔川的身体 缠在孔川的腰上 将他已经受创的身体 拖着急速往后 齐尘眼神一鸣 充满了绿色 有人想要搭救下这只七彩孔雀 齐尘的金刚爪 也不是吃素的 狠狠地抓住了那只戳杀 像自己的柳枝 然后继续追前方 来的这个家伙很厉害 齐尘抬手向身后一挡 又有一只枝条 被齐尘捉住 对方的力量很大 而且柳枝极其坚韧 最起码是一只霸主 及巅峰的妖兽 齐尘在自己的脑子里 仔细地回忆 长城内外有名的柳妖 有哪些 很快 一个身影和名字 就在齐尘的脑海里 对上号了 星辰古柳柳王 未来的长城十三位王之一 长城上的诞生的十三位王 齐尘都记得 他们霸占了长城中 最者名最雄伟的十三观 也诞生了十三位王者妖兽 其中 孔川就是十三位王中的一个 实力在十三王中相对垫底 被称为七才孔雀明王 而星辰古柳柳王 却能在长城十三位王中 排名第二 而且是公认的 他那翠绿中 带着灿灿星辰光点的柳枝 实在是太有辨识度了 这也是一位未来在王者中 都可以称王的角色 没想到现在就和自己碰撞上了 齐尘的心里 有原来的游戏心态 变得正式起来 人的名 树的赢 更何况 他才刚刚和这位柳王的柳枝 碰撞了几次 这位 现在就已经站在了霸主级的尽头 但那又如何 在自己手下抢人 肯定要付出代价 齐尘双手用力一扯 不再有任何保留 除了领域 他还有大把还未形成天赋的技能 可以使用呢 各种力量加持下来 哗啦一声 齐尘硬扯着 竟然直接将柳王 潜藏在大地里的枝条 直接从地底里扯拽了出来 然后碰 碰 两声 不比导弹爆炸的声音小多少 就像坚硬的钢筋 扭转到极限 突然被扭断崩裂开的声音一样 极其翠声 柳王的两根柳条 也被齐尘直接给硬扯了下来 虽然柳王的本体并未现身 但用普通的柳枝 显然是无法应付得了齐尘的 这两根柳条 肯定对柳王也很重要 绝对不是可以随意催生的那种 两根柳条被毁 星辰古树 显然是心疼了 已经延伸出来的柳条 都在快速收回 拉扯着孔川的动作 都快了几分 当然 柳王也没忘了更远处的黑棚 也奋出了两根柳枝 也搭救了那边 已经快被折磨死黑棚 爹 老子的猎物 也是你想带就能带走 齐尘怒了 这星辰柳树 实在是太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这种时候 还要救人走 虽然不知道 这柳王抽什么疯来掺和自己的事 但惹到自己了 可没那么容易脱身 黑棚也被解救走 那用来困杀黑棚的阵容 也就用不到了 齐尘将航母虚影 和另外的七重领域 全部都收了回来 这个时候 才是老子的全胜状态 整整十五重领域 齐尘身上的威势 一下子翻了一倍不止 身影急速一闪 齐尘就抓住了星辰柳树 正在往回收的一只柳枝 齐尘不使劲 就让星辰柳树 用柳枝拖着自己走 抢我的猎物 就那这两根破柳枝对付我 我倒要看看 你的本体藏在哪里 今天我必须把这颗老树帮子 砍了不可 齐尘怒火滔天 齐尘不差 极远处的星辰古树 也已经感到棘手了 他总不能真把齐尘这个煞星 带到自己本体这儿来吧 齐尘硬扯着他的核心柳枝 他如果将星辰柳枝收回来 就会把齐尘一起带到他的本体这儿来 星辰古树 很是心疼自己的柳枝 他一共才有36只核心的星辰柳枝 每一条都十分的珍贵 断了任何一条 都会削减他的力量 需要大量的时间再生 这会大大推长他 继续向王者级进化的时间 刚才已经被齐尘扯断了两个 他就已经很肉痛 这已经是第三只了 但为了不惹火上身 星辰古树 还是选择切断了这根星辰柳枝 和他本体的联系 星辰古树把他放弃了 主动折断了折枝核心柳枝 被主动断连的核心柳枝 迅速地枯萎 星辰古树回收了其中 很大一部分的核心原质 这就像是血肉超凡生命的精血一样 这就是星辰古树的精血 枯萎的枝条迅速变软变脆 很快就承受不住齐尘的力量 砰得一下子爆碎 这样 应该就不会再找来了吧 星辰柳枝在心里暗倒 损失三根本源枝条 他是有些心疼的 不过 好在已经脱身 只要再把扯着黑棚 和孔川的两根枝条拽回来 将它们搭救回来就行了 它的核心柳枝可以延伸得极长 最远蔓延到几十公里 都不在话下 移动速度也是极快 齐尘被他的那三根柳枝 小小拖延了一会儿的功夫 黑棚和孔川 就已经快要被他拖拽到身边 而且 星辰柳树还贼狡猾地 让自己的柳枝 在空中多打了几个软 用来迷惑齐尘 并且 眼见着在天际已经能看到 一黑一彩 两个极小的小点 从两个方向过来 这样 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星辰柳树将柳枝快速收回 面对身上能缠着 十来众领域的齐尘 他也挺范畜的 这些柳枝 就像他的手和眼睛 他可以亲眼看着 身上只缠绕着八重领域的齐尘 就已经和霸主级巅峰的自己 碰撞得差不多 很难想象 将十五重领域 全都缠绕在身上 火力全开的齐尘 会有多猛 答案 是会超级的猛 正在思考的星辰古树 察觉到了一丝不妙 连原本 缠绕在黑棚和孔川两个家伙身上的枝条都甩开了 剩下的全部核心枝条 足足三十三根 全部一起向他的本体上方刺去 星辰柳树 就像是炸毛了的猫一样 三十三根碧绿色的核心柳枝 全都封了一样的 扎向天空 三十三根柳枝上面 各自都带着大量的星星点点 那是星辰之力 在柳枝中凝结出来的结晶 此刻他们 全部都焕发着光芒 以最大的力量出力 就好像在天上撑起来了一片星木 星辰柳枝的各个柳间 带着庞大的力量点在万米高空 好像是点在了空处 但天空却好像出现了虚幻感 出现波动和扭曲 骑尘和航空母舰的身影 从天空中露了出来 还是前因领域 光学层面上的隐身扭变了视觉 不过 星辰柳树并不是弱手 骑尘自上空俯视向下望去 下面就是星辰古树的本体了 它并没有直接扎根在长城附近 而是生长在一处 距离长城壁 大概七八公里远的一处 山水肥美 自然气息很是浓郁的谷地 星辰柳树的树身很大 也很高 除了核心的三十六根柳枝 它其实还有着大量的普通枝条 很是苍翠茂盛盛 差不多要占据四五个足球场 那么大的面积 最高枝也有百米的样子 浓密茂盛的树棺上 能看到一轮轮的领域扑展开 这是骑尘目前见到的最强大的对手 这家伙身上的领域数量 竟然有自己的一半多了 足足八种不同的领域 环绕在星辰柳树的本体之上 树身之下 还有着漫长的根系 延伸到近十公里外的长城雄关 汲取国运和力量 八重领域的星辰古树很强 无论是马上就要达到九重的领域数量 还是两个二级领域 一或者是差一步就晋升到三级的星辰领域 九重领域 三个二级领域 一或者是一个三级领域 这三项都可以作为 进化向王者级的基础和条件 星辰柳树 拥有着这样多这样强的领域 并且 超凡能量的积累 也已经达到了极致 离王者级就只差临门一角 这三样 无论哪一项 他迈出去一步 都可以立地成王 而在王者级之下 在霸主级 他可以说是 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 直到 骑尘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十五重领域 火力全开的骑尘 真的超级的猛 还是骑尘最爱的那一招 没有什么比利大飞砖的攻击 来得更便捷和痛快了 一百多万吨的钢铁航母 砸下去 大气都要摩擦出 昏红的火光 天空中的血雨被蒸发 星辰古树的核心之条 全部之力向天空想要抵挡 最下面的本体 粗壮的树干上 都显露出来一张古怪的脸像 撑出一副骨质塞帮子 极其用力的样子 超百万吨的航空母舰 如果没有其他的 加持星辰柳树 还是能接得下来的 它发挥到极致 是有这么大的力气的 但 十五重领域 生生地把星辰柳树的八重领域 从一个华丽的罩子撞 压成了一个贴地的薄柄 航空母舰特别暴力地 直接压弯了星辰古树的 全部之条 三十三根星辰柳条 他们就像星辰柳树的 三十三只手 在托举着天上 砸下来的航空母舰 和骑臣绝力 但他的手 却不得不弯下来 这种绝力 就像掰手腕 骑臣的力气 可比他大多了 如果星辰柳树 不被压得弯去 还硬挺着 那就要被压爆 压碎 可这样一来 骑臣的航空母舰 就要砸向他的本体了 十五重领域叠加的骑臣 具有绝对的暴力 汗压星辰柳树 也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 而且 他的超凡力量 现在积累不算太雄厚 还处于霸主级初期的阶段 跨着等级呢 不然骑臣战斗的 还会更轻松一些 就你 敢从我的手上抢人 就要付出代价的 你就跟着他们一起死吧 三个人一起好上路 骑臣手上再次用力 又是大量的天赋磁条 为自己的力量加压 为航空母舰的下坠 又增加了一股力量 而这也成为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超百万吨的航空母舰 星辰柳树也接不住 砰砰砰 接连的爆响响起 星辰柳树支起来的星木 直接被骑臣碾压 星辰之力行程的光点 一个个被撞破 爆成一片片的星线 不仅如此 星辰柳树的核心之条 还是没有保住 一根根被巨大的力量 撑裂爆碎 几乎是在几秒钟的时间里 就破碎了一大半 星辰柳树树干上的面容扭曲 心中大害和后悔 不以接下这么个任务 招惹了这种煞星 真是亏大了 而且还有了生命危险 星辰柳树的本体 扎根在深谷里 植物类的畸变生物 和血肉生命还不一样 植物系超凡生命 往往是要比血肉生命 要强大上一些的 它们扎根的地方 就是它们的主场 这个生命力富饶的山谷 几乎可以为星辰柳树 提供快半个领域的主场加持 这是很大的一种优势 但相应的代价 就是植物系超凡生命 几乎没有办法移动自己的位置 只有实力达到零主级以上 才稍稍有一些行动能力 甚至到了霸主级巅峰的 星辰柳树的移动速度 都不算快 在骑尘的手里逃跑躲闪 肯定是没戏的 星辰柳树还站在原地 一脸难看 看着从天上落下来 越来越近的航空母舰 星辰柳树 顾不得普通的柳枝的孱弱 把他们也全部都支撑了 上去棕灰色的面皮颤抖 口中大喊竹龙 救我 竹龙 听到这个名字 齐辰都不由地警惕了起来 这可是一位不败的神话 星辰柳树柳王 在长城十三王中 排名第二 而让出来的那个第一 就是这个竹龙 弟 有完没完啊 打了小的来大的 打了大的来老的 我记得这长城十三位王的关系 原来也没这么好啊 平常自己都打打杀杀抢地盘呢 恨不得别人死 空出位置和资源来 这次怎么还互帮互助起来了 齐辰很是不爽 他的战斗回回被打断 或者有人挑戏 几次了 一只血红灼热 很是猙獰的龙爪虚影 突然出现在星辰柳树的身边 托举向星辰柳树的头顶 和星辰柳树合力一起向上托去 龙爪上面的威势很强 仅仅一个突然出现的爪影 竟然就有着不逊色于 星辰柳树本体的力量 浩强 以这只爪子的力量 连齐辰都不得不说一声浩强 远处更是能看到一道金红色的龙影 从远处的天际 以不逊于星陨大地的速度 坠落向齐辰和星辰柳树的战场 来者全身通红范金人面蛇身 一只猙獰的龙头 侧掌在他的身后 眼瞳张开四寒大日 长相十分怪异可怖 双眼一睁一盒间周围的环境 都有明暗变化交替 在局部形成昼夜 并有玄傲莫名的玄光出现 隐隐间好像是能够看见一丝命运的轨迹 呼吸吞吐之间 周围的环境一会儿变为赤地 一会儿有化作白色的极地 吞吐间便是寒夏 竹龙 王者集 绝对是王者集 齐辰以为 他是以后的长城内外第一妖王 不曾想他现在 就已经是真正的王者集了 王者集和霸主集之间 又是不同的领域 只一着 就堪比领域七八重的强悍 竹龙脸色 有些森冷地赶来 心绪有些烦躁和不爽 身上的气息 也不是很平稳 别看威势极大 但这是身体力量 还不能完美控制的表现 竹龙才刚刚突破 就被星辰柳树的呼救 给召唤了过来 但没办法 星辰柳树 他必须救 不仅仅是因为 黑棚和七彩孔雀 是他让星辰柳树 去救的 不仅仅因为 星辰柳树的危险 是他要求的任务所造成的 竹龙的人身 和龙手中的四目里 都有命运的线条走过 他隐约能看到 一丝齐尘命运的轨迹 必须制止齐尘这么杀落 妖族已经笼罩上了死罩 竹龙观测到了齐尘的吞噬 大致猜测到了 他的天赋能力 不能让齐尘这么吞噬下去了 否则齐尘再吞噬大量的天赋 和领域的话 便无人能抵 所以 他才托付星辰柳树 去搭救黑棚和孔川他们两个他 才会在刚刚突破 连气息都没调稳的情况下 就仓促出手 救援星辰柳树 不能再让齐尘这么吞噬下去了 他们是世界的灾难 那齐尘也会是他们的灾难 竹龙的眼里 已经起了杀意 竹龙也不是什么善男 他想杀齐尘 也不是什么假大控的 为了整个妖族卫攻 而是在他能看到的 每一个命运线中 齐尘都威胁到他了 竹龙也看到了自己的死罩 所以 哪怕是没有星辰柳树的呼救 竹龙突破王者级后的第一件事 也是来找齐尘的麻烦 冰冷的杀意在竹龙的身上流出 齐尘感受着这种杀意 头皮也是有些发紧的 但这也更加激发了齐尘的凶性 王者级又如何 看着竹龙隔空脱举上来的 那只龙爪虚影 再看看天际处 正在迅速接近的竹龙 这只龙爪虚影在这儿挡着 只要稍微拖住一点时间 竹龙本体请客就到 但狂雷金刚钻LV8 霸主及生物 在比拼战斗力的时候 大多数都在比拼领域 甚至连修为境界的深厚 在领域的强弱面前 都得放在第二位 至于其他未到 实际形成领域的普通天赋 就更加的不被重视了 也就是齐尘的天赋超多 平常的时候还会数个 甚至是十数个普通的天赋 叠加在一起使用 也能为战斗提供不少的强度 但对于霸主集来说 普通的天赋词条 确实是被领域淘汰的一种存在 不形成领域 天赋质量再强 效果都要受到压制 可这时 齐尘偏偏就是掏出了它 八级的狂雷金刚钻 说是天赋 其实更像是天赋化的一个技能 刚猛的金色能量钻间 出现在航空母舰的箭手 更恐怖的是 整个超百万吨重的航空母舰 像电钻的钻头一样 就这么地转了起来 哪怕因为航空母舰自重的原因 八级的狂雷金刚钻天赋 负荷太重 有些带不动 转得不算太快 但一下子爆发出来的钻镜和压力 还是让远处的竹笼 和下面的星辰柳树 超百万吨的自重 再加上玄境 齐尘发挥出自己的战斗智慧 狠狠地让星辰柳树和竹笼王开了开眼 航空母舰加狂雷金刚钻 发生了无与伦比的化学反应 几乎是竹笼和星辰柳树 刚刚瞪大了眼睛的同时 竹笼的那只竹笼爪 就直接出现细密的裂纹 碎成了熔岩红色的能量流光 竹笼的 只是一个寄托着力量的找影 倒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星辰柳树被砸碎的 却是本体 航空母舰重重落下 星辰柳树本来就不剩太多的核心枝条 这次更是直接爆了的干净 核心枝条被击碎 大量的普通枝叉拼命顶上 但这种反抗都是徒劳的 脆弱的普通枝叉和航空母舰 现在蕴含的力量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 几乎是毫无抵抗的爆碎 一瞬间就被涂了的干净 星辰柳树一下子就凸了 原本绿意浓浓 一个人就抵得上一小片密林的它 一下子就变成了个秃顶 更要命的是 母舰落下 更是直接砸在了它的本体上 扑垮花辣 和柔韧的枝条破碎相比 它的主干破碎的声音 只是听起来更脆声一些 破碎的速度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这时候 火急火燎加速的竹龙 才刚刚赶到 竹龙王者级的实力 还是无庸置疑的 当它货真架实的本体龙爪 用力地拍在航空母舰的侧面 还是把骑尘召唤出来的航母 给拍飞了出去 航母虚影重重地砸在了远处 瞬间尘土四箭乱石纷飞 大量的泥土被翻出 山谷里的植被和林木 全部都被冲击波给摧毁 原本就不算太小的山谷 一下子就又扩大了许多 航空母舰被拍飞插在泥土里 显然超百万吨的自重 也并不能特别威胁到 已经进化到亡者级的竹龙 但是竹龙的脸色 还是相当的难看 因为 就在它的身边 星辰柳树的树身 都冒着青烟 树干上 是碰撞挤压摩擦出来的黑色 碰撞和摩擦产生高热 让星辰柳树的树干 产生了碳化 最要命的是 星辰柳树的树身 直接被砸下来的航空母舰 直接狠狠地树皮成了两半 星辰柳树快要死了 树干上连那张人面的老脸 都幻化不出来了 它没完全死 纯靠竹龙为它度化 进去了一口 属于亡者级的生命精气吊着 就剩最后一口气 竹龙挥手在星辰柳树的身边 留下一道龙影 和一层护罩护着 星辰柳树 算是保下来了一条命 但是有的人死了 竹龙看向远处 齐辰并没有和航空母舰 一起攻击下来 在航母追递的时候 齐辰的本体 早就跑到了别处 此刻齐辰正单手 像是拎大鹅一样的 拎着孔川的脖子 孔川身体上的七彩光芒 现在也不亮了 羽毛灰暗灰暗的 上面 还沾染着大量的鲜血 尤其是脖子那块的血液最多 如湿了最多的羽毛 而孔川的头 早就已经不见了 不知道被齐辰拧下来 又撇在了何处 上面只能看到 撕裂扭曲的骨骼 和扭烂的血肉 齐辰伸手在孔川的脖子 根部下面一点暗住 然后再往上狠狠地一路 一颗冒着七彩色泽 十分漂亮的腰单 就出现在齐辰的手里 趁着竹龙 必须搭救星辰柳树的关口 齐辰杀死了孔川 齐辰与星辰柳树之间的战斗 只是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当齐辰出现 孔川和黑鹏 被星辰柳树放弃搭救的时候 他俩还在猛着呢 还是孔川的反应快一点 他还是比黑鹏更快地 选择了逃跑 可让孔川没想到的是 齐辰两次都优先选择了杀他 可谁让他是未来的 长城十三王之一呢 将孔川的腰单 吞噬进刚张开的天赋漩涡 直接进行吞噬 吞噬七彩孔雀腰单 成功获得新的天赋领域 七彩孔雀唇血孔雀领域 LV1孔雀血脉领域 LV1七彩护体领域 LV1极光攻击领域 LV1 获得新的天赋词条魅力 LV6七彩神光 LV7倍刺 LV8元素精通 LV6缓缓吞噬掉 七彩孔雀的天赋和领域 齐辰身上的领域又多了四层 除了再次多出的两项血脉领域之外 孔川还有一攻一防两项领域 领域都很漂亮 七彩领域缠在齐辰的身上 微微向外面展开一点 好像是穿上了一身彩色的战甲 极光领域 则是直接给齐辰所有外放的力量 都覆盖了一层迷蒙的色彩 19层领域了 齐辰身上的威势 和周围的领域压力更浓 这时候 竹龙也算是给星辰柳树 勉强调完了命 帮他稳住了伤势 才有功夫看向齐辰 竹龙的脸色有些压抑 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照这么吞噬下去 齐辰身上 再叠上十层八层的领域 恐怕他在霸主级 就可以轻松地猎杀王者极了 竹龙向远方看了一眼 还好 黑棚的速度快 现在跑得已经足够远了 齐辰应该没有机会再抓住 并且吞噬掉黑棚 不然 他的压力也会很大 竹龙心目开合 似有日月 游身向前 单找钱抓 以一种极其霸道的方式 就向齐辰攻去 竹龙的速度也极快 眨眼间就行走到了齐辰附近 霸主级生物的基础属性 就高得离谱 王者级的竹龙更是有有过之 在各个方面 力量速度防御这些属性上 光凭肉身发挥出来的强度 甚至还要胜过一些 被领域加持后的霸主级 竹龙想要 依靠着恐怖的实力和等级差 直接将齐辰击杀 把威胁扼杀在苗头里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才刚刚扎进齐辰的领域 身上就是一尘 十九层的领域 还是太重了 层层叠加的压制 以王者级的竹龙 都有一种深陷进去的泥泞感觉 他的速度一下子放慢了很多 齐辰凭借着二级的急速领域 还是轻松地闪躲了出去 王者级被霸主级的领域压制 竹龙的脸上一脑 觉得丢人 突然他的身上神光战战 隐约间能看到一颗金色的单体 在他的龙腹中上下游动 此刻被竹龙引动 一股惊性不朽的力量 瞬间弥漫出现 齐辰发现 他对竹龙的领域压制一下子 就被竹龙排开了一大半 金丹和霸主级 才能拥有的领域一样 王者级的超凡生命 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能力标志 在后世 龙国也是出过有数的几位王的 他们把这种 惊性不朽的力量的源泉 命名为金丹 当然 这是属于龙国的教法 在英国也称他为某种 神圣罗马联盟那边 将他称之为神星教法 有很多 但他的厉害 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说 领域是天赋能力的升华和爆发 那么 金丹就是领域的凝聚与集合 没错 金丹就是领域收束压缩融合 然后又经历了一系列 进化变化升华的超凡核心 王者级 特点就是 伟力重新归于自身 金丹就是伟力 归于自身的产物 强大的金丹 可以释放精性不朽 万法不切 强大的金丹 是可以不受任何领域压制的 只是展现出 精性不朽的力量 就可以排开所有的领域预长 万法不切 只要竹笼站在领域当中 领域就应该自行规避 但让竹笼皱眉头的是 在齐晨的领域中 他依旧感受到了压制 果然 当任何层次的能力 做到一个极致 都会拥有超凡脱俗的力量吗 十九重领域 齐晨的领域数量 已经超脱了正常霸主级的界限 这么厚重的领域 哪怕竹笼动用了金丹 还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这就很可怕了 能影响到精性不朽 万法不清的他 那就说明 现在的齐晨 已经有了和王者 急过过手的能力 这很恐怖 竹笼身化一道光焰 张开双眸 齐晨的眼前 立马出现一轮赤白的烈羊 航空母舰 已经被齐晨重新收了回来 他赶紧将航空母舰砸下 挡在身前 但双眼依旧是一阵刺痛 甚至齐晨的眼眶 都有一些焦黑 还未等齐晨止住 要流出来的眼泪 眼前瞬间又从天光大亮 变成了日月无光的黑暗 齐晨的眼前 再然后是竹笼喷吐出来的寒热 不仅是温度的变化 冷热交替 还引起了气流的变幻和混乱 并且嘈杂的风吹声 还止不住地灌入齐晨的口鼻和耳朵里 几乎是一瞬间 竹笼的眼眸一开一合 鼻子一喷一吐 齐晨就失去了视觉听觉嗅觉 冷热温感失灵 几乎一下子就要失去全部的无感 这是竹笼的拿手好些 只是简单运用 一下他的天生天赋 便可以对敌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只要屏蔽掉敌人的无感 大多数敌人都会像无头苍蝇一样 被他玩梦 竹笼伸出自己的龙爪 绕开挡在齐晨身前的巨大航空母舰 已经准备拍击了 龙爪凌冽 裹挟着惊性 堪称无物不摧的力量 抓向齐晨的后心 竹笼准备把齐晨的心脏 直接掏出来捏碎 人类 真是脆弱的身体啊 竹笼咧嘴嘲笑道 竹笼的指尖点到齐晨的领域上 不朽惊性的光芒一闪 十九层领域叠加起来 虽然有点坚韧 但还是被竹笼伸指豁开 一层层的 就连刚得到的七彩护体领域 这个防御性的领域 也没有展现出太大的威猛 竹笼多一用尽 也就被戳了进去 眼见着竹笼的手指 就要划在齐晨的后心 竹笼出手的速度不算太快 他有信心 让齐晨无所察觉 并且直接戳穿齐晨的身体 直到手指处碰到齐晨的身体的时候 竹笼的龙爪 才骤然凌裂 龙爪前身 瞬间便撕裂了齐晨的肉体 但竹笼却没有任何大喜之色 因为那艘被召唤出来的航空母舰 在齐晨身死后 竟然没有消失 这是一个假身 一个假身 竟然晃骗过了他 竹笼抬头向上看 这个时候 在意识到 刚才戳破的 只是齐晨的分身之后 有心寻找下 他要寻找到齐晨的真身本体不难 齐晨也没打断 再骗一次 刚才只是有心算无心 再骗一次竹笼 就显得他有一些愚蠢了 不过 站在高空中的齐晨 数量却不止一个 一本体 数个分身 在天上整整围绕了一大圈 来自于影狼的多重影分身 LV8天赋 使用这个天赋 每个分身都能继承本体的一部分力量 但又不能受到伤害 不然就会像被戳破的那个分身一样 一戳就碎 八级的多重影分身 齐晨最多现在 能一起召唤出来八个分身 在那一个分身 被竹笼戳碎了之后 齐晨在身边 又召唤出来一个补上 整整齐齐 八个分身 加齐晨本体 一共九个 哦 群殴吗 竹笼看着空中 有一些不屑 如果王者级能依靠着群殴 就被霸主级生命打败 那么王者级就不配成王了 他可是惊性不朽 万法不清 甚至竹笼还发出嘲讽 别说群殴了 就现在 你能感知得到我吗 别最后分身多了 弄错了对手 你自己打自己 这戏 我可不爱看 齐晨撇撇嘴 并不废话 竹笼能扰乱人的武感 但他对科技 却一无所知 不就是武感吗 他的感知领域 又不是由武感进化而来了 而是源自于 龙国天网级 电子侦察船上的 高超科技 光热感知 视觉听觉和嗅觉算什么 龙国的电子侦察技术的 作用广度 可比这多多了 竹笼以为他是个瞎子 其实竹笼 一直在被齐晨锁定着 既然敌人已经锁定完毕 那就应该攻击了 兄弟们 来吧 狂雷金刚钻 超百万吨级航空母舰螺旋丸 齐晨狠狠地中二了一下 八个分身加本铁 足足有九个齐晨 一起发动了 狂雷金刚钻的天赋 一起催动着 航空母舰加速旋转 九重狂雷金刚钻下去 航空母舰 直接变成了一个钻头 螺旋快的 让人都有些看不出影了 狂猛的旋径 激起飓风 更是让竹笼头皮发麻 这都是什么操作 这种力量 竹笼也不站在原地 也不再说什么 自己是万法不清 惊性不朽了 去他妈的 就这东西 砸谁谁猛逼好吧 竹笼万万没想到 齐晨能搞出这种骚操作 齐晨黑黑一笑 九个齐晨 一起将航空母舰螺旋丸 向竹笼方向推出 好好享受吧 我的超百万吨 航空母舰螺旋丸